说起不穿衣服 满山遍野撒换的男男女女你会想到什么 实际上画面中的这群人正在体验荒野求生 没有水 没有食物 连干净的衣服都没有 他们只能靠手和头脑让自己生存下去 在这片接近赤道的炎热地带 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 光是在这坐着思考人生就要人头大 可他们还要与丛林间的劣尸者斗志动勇 而且要待够40天才算挑战成功 他们真的能做到吗 当地的求生专家献给他们敲了警钟 普通人在这里生存15到20天没有问题 但是到点之后大部分会选择放弃 能得到40天的人寥寥无几 所有的选手们也说的很保守 自己这次就是来吃苦的 没事就突破极限 有事的话那也是早点回家算了 不过也有不要命也要吹牛的选手 但大自然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嘴硬的人 输强输弱再次见真章 那兄弟姐妹们拖起来吧 12名选手分别在四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展开各自的旅程 北分的第一组却莽缘难端历练的是 号称王牌猎人的吉夫 退伍老兵一杰 还有武朔专家哈吉姆 这里有奇趣的熔岩山 茂密的矮树丛 在这里找水源跟找美女一样男 而且气温很高 连常年晒太阳的老哥哈吉姆都叫过连天 哈吉姆自称是忍术的修炼者 忍者之所以成为忍者 那必定是因为能忍 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持久的男人 无论在哪都很持久 吉夫上一秒还在因为野草割上了小宝贝 而男人说得聚嘴 下一秒就因为看到伙伴哈吉姆而笑出了声 他本来想着 要是能分到一个女队友就好了 闲得没事的时候 可以拉拉小手培养一下感情 Mitch一上来就遇到了跨种族的男同胞 不过男人扎队也好 力气大好办事 吉夫提议穿过黑色岩石寻找大片水域 在这里一颗不喝水 都感觉人快不行了 而小组另一位成员一杰 此时正在高处勘察地心 但这确实不是什么好法子 因为在太阳的炙烤下 黑的发亮的岩石非常烫脚 不过走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这不一杰刚出发 就遇到统性仙人掌 在费劲巴勒的趴下身子 以积极费劲的姿势 弄到了一点仙人掌肉 味道还行 就是姿势不够帅 在寻思了一下 打算到下个地方继续耍帅 吉夫和哈吉姆走了好一阵 依稀看到黑色的岩石上 有个移动的影子 在这里交通靠走 通讯靠后 吉夫刚喊完 闪上的黑影子 也回了一声 三人立马会合 虽然队伍中没有身姿曼淼 讨人喜欢的大美女 但是能遇到熟人已经很幸运了 一杰把手头的天人掌 分给了哈吉姆和吉夫 还声称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无论如何 总不能丢了大老爷们的脸呢 而另一边的是 全女组合 劳拉 一娃和丹妮 他们三人的所在地 怪木丛十分稀疏 在这儿想收集树叶 做草群都很麻烦 但一娃见到劳拉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因为荒野求生圈子很小 而他们已经是老收人了 不知道这四十天下来 他们是成为更好的闺蜜呢 还是反目抽成当敌蜜呢 为了迎接挑战 每个人都佩不利把刀和一张地图 水源是必不可少的资源 所以每组队伍一开始的目的地都是水源 然而他们就不知道 在他们出发寻找水源的时候 他们的第三位队友 在八万米开外的丛林里迷路了 丹妮兜兜转转 在林子里走了几圈 完全没有任路 近当的他 在林子里搜寻了两个小时后 便来到了灌木丛地南端 而现在 他距离两位队友的位置越来越远了 眼看太阳即将下山 他决定在这里搭建个临时营地 等天亮了再去找其他人 他砍了几根木头 铺上了蚊杖 做了个简易帐篷 在这里求生 只能得过且过 希望那两位队友明天能早点来接他 丹妮虽然搭建了营地 但这一晚上他仍然遭到了蚊虫定咬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导致了过敏肿胀 幼儿眼已经肿得完全看不见了 他在林子里找了一些 能对付虫咬和割上的树皮 希望能缓解一下过敏 劳拉克一把也遭到蚊虫叮咬 全身上下都被叮满了包 吹一嵌长一智 他们发誓 再也不直接躺在地上睡觉了 所以他们必须在今天之内 找到最合适的营地和水源 然而到目前为止 他们看到的水源 只有一条浑浊的河流 根本没法喝 而且他们还没有找到最后一名铜板 可以说连基本的队伍都没有形成 情况非常艰难 大约三公里外的绿管沼泽葱林里 也有三位小伙伴在这里碰头 不同的是 这个组合有两男一女 卢克和克里斯都是硬汉 霍诺拉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孩子 在卢克苦苦寻找队伍的时候 霍诺拉和克里斯已经会面 克里斯对霍诺拉不太满意 因为上次挑战时 霍诺拉扛不住高温 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不得不终止了挑战 这里的环境和那是非常相似 不知道他这次能否安然挺到最后 霍诺拉本人是十分自信 这是他学耻的机会 他发誓这一次他绝会让大家把他看别 霍诺拉和克里斯刚选好阴地 卢克就找到了他们 大家开心的打了招呼后 便动手搭建阴地了 克里斯觉得霍诺拉运气还不错 遇到他和卢克两个硬汉带他 求生会简单许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别人可以占他的便宜 他才不会累死累活的帮别人做假衣 霍诺拉砍了一棕榈树 为队友带来了食物 棕榈栖心是不错的食物 所以他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消耗 然而两位男士 却在不知不觉中把他边缘化了 霍诺拉觉得他们有点大男子主义 总是不分场合的炫耀自己的能力 凡事都要带着书脚意味 让他非常难受 他想要是都是女生 应该就不一样了吧 最后出场的一组搭配也很不一样 猛男谢恩和美女丹尼尔阿兰娜一组 阿兰娜在蟒舌里找路时 丹尼尔和谢恩已经在丛林里会面 但两人刚捧面就发生了分歧 先一想搭建一个平台 可丹尼尔觉得现在应该保留体力 随便应付一下得了 否则以后要搬家就亏大了 谢恩觉得怎么做都不妨让每个人满意 一开始备用先应付不过来 但丹尼尔觉得无所谓 先扛过今晚再说 他觉得谢恩一上来就大动工的做法很蠢 不够聪明 一点都不考虑大局 谢恩无可奈何 问他到底该怎么做 丹尼尔建议把树叶堆起来 在上面放上树干即可 谢恩无意与他争执 便动手砍树了 等了一会儿 阿兰娜闪闪来迟 谢恩欣喜若狂 三个人就被两个人抢 只要大家都进入了状态 有了凝聚力 就能合作愉快 关于晚上的住处 阿兰娜的建议 是去植被开阔一点的地方更好 因为植被越密 蚊虫越多 他只想先安稳的度过第一晚 另外 他并不觉得人手越多越好 如果只有两个人 或许能打造一个经营团队 但三个人只会麻烦加倍 谢恩表示 自己明天一定会搭建一个平台 只有那样的日子才过得去 可两位美女的反应 分明是不想跟他继续过日子了 第二天 天刚亮没多久 气温就已经达到了40亿摄氏度 谢恩顶着高温 不停地砍输答应 而且他小伙伴 阿兰娜和丹尼尔 就坐在阴凉处休息 谢恩有点生气 工作量 达到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可这三个人中 只有他有搭建平台的体力和想法 而且当他还没做完的时候 两位女士找他要砍刀 谢恩好说歹说 才把刀的用途分配好 他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安营扎寨 而是和队友的沟通 必定两位女士 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同甘共苦的好帮手 谢恩把刀还给他们的时候 完全没注意到刀口裂开了 而这导致他们的关系更僵了 谢恩很委屈 他没有乱用砍刀 仅仅只是用来砍木头 谁知道刀口就要裂了 阿兰娜也不服气 自己买的刀可不便宜 用来大砍特砍的没事 交给臭男人就坏了 他责怪谢恩不会用刀 还非常的粗鲁莽撞 阿兰娜带着丹尼尔 自己喜欢有女人的场合 并渴望得到女人的注意 但有时候队友的想法 只会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他想搭两层平台 是希望搭好后 在上面有个小三角形 运来搭棚 这也是被团队考虑 休息的时候 先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过两位队友 并告诉他们 自己有过多动症 宗小无父无母的他 在寄宿家庭和寄宿学校 待了13年 而他从6岁开始吃药治疗 直到10岁时才停药 这段经历 让他的心灵受到影响 19岁时 他看到了自己的心理治疗档案 档案说 他应该成为杀人魔 而事实上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坏事 虽然以为说出这些阴影 会缓和自己 和两位女士们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 这只让他们更害怕 与他相处了 现在看来 杰弗和哈基姆 一杰之边的关系最为和谐 下午2点前 气温已经飙升到了43度 三人花了数个小时 在库术中 寻找安营渣宅的安全地点 无论如何 他们今天都必须找好营地 还有补充大量水分 否则接下来的几天更加难熬 所以即便顶着43度的高温 他们仍然选择 就地搭起近19平方米的大营地 而不是锁定干净的水源处 暗营渣宅 但是跨区域搬运木材 毫无疑问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他们自我感觉 只是这一天的工作量 就让他们每人瘦了一斤 这样看 光有营地还不行 还必须找到水源 不然第三天 大家可能都要晕厥过去 可问题是上哪去找水呢 一筹莫展的三人 只好接着埋头骨干 花了四个小时 才终于做完了一半工程 然而就在这时 哈吉姆感觉全身精卵 整个人都要不行了 荒山野岭的未精卵 这个真要命啊 对我们都慌了 要是哈吉姆在这嘎了 这份工资都领不到了 所以一节主动去附近找水源 让哈吉姆他们在原地继续答应 但是这里到处都长着长刺的黑棕榈树 光找到这兜兜转转 根本走不出去 没办法 恶魔岩位于莽园最热区域 此处微的水源 藏在有尖刺的黑棕榈树林里 没办法穿过丛林的一节 回到营地和队友通报的情况 原本看到一点希望的哈吉姆 这下心态完全崩了 他不仅胃精卵 全身都在精卵 痛得很厉害 肉眼可见 他浑身的肌肉绷紧 动弹不得 这就是热精卵 因为肌肉失去过多水分 弹性就会降低 也就引起了精卵 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前进 非常消耗体力 对于哈吉姆的身体来说 无疑是雪伤加霜 好在他们的营地打得还不错 虽然今天没法完工 但至少有休息的地方了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哈吉姆默默地躺下了 这一刻 他不仅感受到了来自身体的痛 还有巨大的压力 这一三天 除了筒形仙人掌 他们都滴水未尽 哈吉姆的身体严重脱水 他都不敢想比赛怎么样了 他正在想 这会不会影响到自己找媳妇了 杰夫建议哈吉姆要走快走 再不走就影响健康了 而且这里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水源 除非天降大雨 否则情况只会恶化 哈吉姆觉得杰夫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更相信 这是神给他的考验 所以他决定再扛24小时 后看结果 这个杰夫整不会了 本来想着少一个累赘 没想到这些小的竟然这么坚强 晚上三个男人挤在一块睡觉 但总听到下面有动静 可是他们现在累得 连下去看的心情都没有 夜盘三更 哈吉姆的身体还在惊乱 他不想麻烦队友 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终于他们熬过了又一个夜晚 迎来了第四天的太阳 哈吉姆累得做起生都难 四天来滴水未尽 让他严重热衰竭 若情绪持续恶化 恐怕会导致器官衰竭 这也可比脱水还要严重 听到这儿 哈吉姆难受的滚出两行热泪 这是他最不想听到的话 然而他实在心有余儿力不足 只要一起伸 腹部那块肌肉就会不停的痙攣 杰夫担心 一直脱着会影响哈吉姆的身体 同时他的心理状况会受到影响 如果他对这样气赛 队伍就少了一个人力了 他表示就算哈吉姆气赛 他也非常佩服他 但如果他出事了 势必会留下更大的遗憾 本来就头到的哈吉姆 听到这一句话更难受了 哥们儿 你要是不说这些 我指不定还能因为意志力坚持下去 可都这么说了 我好像不走都不行了吧 越说 哈吉姆越觉得自己对自己不负责 坚持可以 只是不知道 那样会把身体折腾到什么地步 思索再三 他决定打包回家 兄弟们有缘再见 事实上 如果没有坚持道具的决心和毅力 走得越早 危害越小 杰夫开始思考 自己是否有走到最后的能力 不过长期求生 不拼下去 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实力 而且他有自信找到水源 完成一锋翻盘 旅馆树林这边 卢克 克里斯和霍诺拉 正在忙活着 捕猎小动物 获取蛋白质 三人呈包夹之势 把小家伙忠心赶 最终克里斯成功拿下了它 虽然这家伙还没有巴掌大 看着也不好吃 但这就是求生 就算是垃圾堆 也都搜了一遍 在极其饥饿的时候 这玩意儿就是真羞 所以就算是巨型蟑螂 他们也当成钱财烹饪了 这无头蜥蜴 第一口吃起来有点黄油味 再多想象一下的话 就会觉得它是局势美味了 三人一对 就意味着多一张嘴吃饭 卢克觉得有点难顶 要是只有一男一女 这日子就好过多了吧 劳拉和一娃 虽然之前信誓淡淡的说 不在辽草的直接睡地上 但事实上 他们第二天晚上 也没有处理好营地 只能躺地上睡 一娃备受脱水的折磨 虽然很累 但是根本没有睡意 这都是因为水喝的少了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水源 再这样下去迟早地推散 第三天一早 为了避免身体被摧残 两人停而走险 决定喝下浑浊的水 不过这喝水充满细菌和其他污染物 必须煮沸后饮用 但是对没有打火机的他们来说 生火也是个技术活 一娃研究钻木居火的时候 一万弄坏了生火木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没法生火了 只不过因为这个插曲 他们都心烦意乱 倒是工作都不认真了 一娃在肖木居的时候 由于不专心 割伤了手 伤口很深 直打骨头 如果不止血 肯定会造成大麻烦 一娃把手高高举起 等制作组找来助敌医生 刀口很深 血流不止 需要缝合 为了不耽误时间 一娃想就地做缝合手术 但这样会非常痛苦 因为没有麻醉的条件 而且还有感染的风险 而如果选择去医院就医 就意味着永久气散 一娃没有多想 就让医生动手了 没有麻醉就穿针拉线 这意志力谁看了不舒服 一看就知道 这姐姐是个狠角色 一娃咬着牙 安静等医生动手 虽然这样很痛苦 但是气赛比着痛苦多了 一娃忍着痛 医生压力也很大 做手术时手都在抖 到这里 肉被咯个大伤口 已经非常的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一娃并没有这几天 就退赛的想法 她将面临的是 伤口发炎 皮肤是浓疮的风险 劳拉坐在一旁 都不忍心看 一娃要养伤 也就意味着 她要多担待一些 然而到现在 他们连第三名同伴都没找到 第三名同伴丹妮 在灌木丛转摇了三天 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时候再不喝水 人都要没了 所以她来到河边 在树根下挖了个坑 试图用基普赛井净化水源 用挖坑的方法 能让土壤充分过滤水里的污染物 但是这种方法 过滤不掉致命细菌 而且即便是过滤的水面上 仍有肉眼可见的脏东西 这水看起来就不像能喝的样子 但是一旦脱水退塞 就只能达到恢复 所以她拧着眉头 拧着鼻子喝了下去 但喝进去之后 她真香了 这什么神仙河水 比加里自来水好喝多了 可惜这是一场豪赌 丹妮希望自己明早起来还有气 至少不要刚开始就倒下了 下午一点多 气温飙升到了40度 谢恩和阿兰娜丹尼 待在银子里休息 丹妮尔身体不大舒服 只要走一会儿路 她就看不清楚了 因为她正在发高烧 头痛欲裂 导致了严重的眩晕 不知道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还是因为被蚊虫叮咬出现的问题 队友们也爱莫能助 先一想继续砍木头 但是队友身体跟不上 这可比木材缺少严重多了 丹妮尔也说 可能是因为吃的少 才导致恢复慢 所以老好人谢恩 打算去给她找点补品 她离开营地没多久 就捣到一棵芒果树 要是能搞到两棵芒果 给丹妮尔补充糖粉 她肯定能好的快些 谢恩掉在藤蔓上 努力爬树 但每次都只差一点 最后藤蔓断掉 她被隐身生从板空摔了下来 狠狠摔了一下的谢恩 并没有因为痛而难过 反而因为没有给队友摘到芒果 伤心的饱脱痛哭 她希望老天听到 在祭祷给她一个机会 谢恩休息片刻 接着盘上藤蔓 这次顺利多了 她成功拔到树上摘到了果子 为了队友 她不害怕摔伤 谢恩欢天喜地的 带着果子回到营地 又大又甜的果实 对饿了几天的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顿大餐 但是阿兰和丹尼尔 对此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连人都觉得她另有所图 所以他们无视了谢恩的欢喜 对她一副爱大不理的态度 丹尼尔虽然很虚弱 但是很固执 她表示有果子很好 但是还有三天才能吃 简单地说 她没有把谢恩带回来的果子当回事 反正现在还不能吃 那就等过两天 再说感谢的是吧 到第七天 餐厕的12个人 就只剩下11个人了 卢克和克里斯 霍诺拉这一对 在绿管树林里发现了一棵果树 可是林子里有蛇出没 所以走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很小心 霍诺拉觉得 需要个胆子大的人 爬到树上摘果子 但是没人愿意爬到那个位置 因为这样实在太冒险了 失去的可能比得得的更多 而且克里斯本身觉得霍诺拉不满意 因为上次21天求生的时候 霍诺拉什么都不会做 和她一块求生只有无语的份 卢克也觉得 现在还没必要那么拼命 这棵树高达6米 不爬为上侧 反正不管其他人愿不愿意 她肯定不愿意 霍诺拉觉得他们很莫名其妙 从第一天起 她就感觉这俩帅哥在排挤她 不论她说什么 他们都不愿意听 所以她只能默默的在一旁生闷气 两男一女的组合这么难听 两女一男一组 会不会好一点呢 答案是不会 虽然谢恩阿莱娜和丹尼尔 已经搭建好了营地 但是他们的矛盾日益激化 这日子就快要过不下去了 阿莱娜运气很好 在路边捡到一个个头很大的乌龟 谢恩寻思熬了一周 终于等到春天了 疲惫不堪的时候 来炖乌龟汤 这日子也算红火了 可阿莱娜却说 龟龟这么可爱 我怎么能吃龟龟呢 谢恩寻思担拗着病成这样了 必须找找吃的补补 无论如何 这只乌龟都得变成盘中餐 阿莱娜对此的发言不屑一顾 她强调 自己不可能杀掉这只可怜的小乌龟 谢恩也很委屈 难道自己不比这小乌龟更可怜吗 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吃东西 都饿得面黄肌瘦了 结果遇到这种队友 但是 既然乌龟是阿莱娜捡回来的 那么理应由她处置 但谢恩也说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只乌龟 她就没那么好运了 饿了七天的人 看到送上门的肉 竟然无懂于衷 谢恩觉得他们的队友都疯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乌龟竟然要放生 而且他们竟然真的这么做了 谢恩生气的躲到了一旁 她发誓 下次再遇到这个倒霉的乌龟 一定要在他们知道之前宰了 谢恩克制情绪没有发火 因为她不想让两位女士看不起自己 也不想破坏团队气氛 毕竟未来还要一起相处一个月呢 阿莱娜兴高财烈的把乌龟放回原处 她坚信这一善举 会让老天眷顾他们 谢恩心态崩了 她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和睦相处 她不想对人彼此敌事 但她已经竭力维护关系了 因为被亲生母亲一切 所以她一直努力追求女人的注意 但得罪的结果是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大理她 谢恩立志多抓些猎物 蛋白质是有去不足 让她愈发怀念那只肥达的乌龟 要是阿莱娜舍得那只乌龟够他们吃两天了 所以她下定决心 只要发现猎物 隔杀物论 谢恩对自己的剑术很自信 虽然手里拿的是合成功 但她能保证百发百中 反正误差不会超过三厘米 而另一遍 阿莱娜和丹尼尔又发现了可爱的小动物 谢恩张公只没秀一手操作 两姑娘屏息注目 看到谢恩的操作 两人不由而同的笑出了声 但为了谢恩的自尊 他们都只敢背着说 谢恩也不气雷 表示自己只要练习一两天就能射准猎物 不过更抽象的是 她连剑射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回了剑 但每次射准都只差一点 谢恩起的火帽三丈 队友只好安慰她 第一次射不准也正常 谢恩感觉自己的面子被踩在地上践踏 因为她有射剑指掌 还曾经射过路 只是现在运气有点差才射不准 等她状态回来了一定的拿下 两位姑娘都觉得这小子没一点自知之明 要是从她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向他们求助 这比什么打力都重要 丹尼尔之言 既然性格有问题不够合群 他们俩都很难和她相处 而且还害怕她随时做出极端的事情 丹尼是这场比赛中唯一落单的选手 她独自的晃眼熬了七天 只身一人需要操心的事更多 到目前为止她没有吃过东西 而且周围的环境非常陌生 让她束手无策 她知道队友就在不远的地方 所以她每天都会注意找一找 劳拉克一娃还不知道 丹尼就在上游几百米的地方 他们整理树皮用来边框抓鱼 在他们做捕鱼陷阱的时候 总听到附近的林地有动静 于是二人结伴去找 结果就找到了第三位队友丹尼 三人激动的抱在了一起 他们这支队伍终于集结了 找到组织后 三姐妹开启了茶花会模式 三人都很友善 气氛良好 都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只要能在这里捕鱼 生活必定蒸蒸日上 丹尼的蚊帮了他们大忙 虽然只吃了一些小鱼 补充了一定点能量 但因为关系和睦 三人总是同心协力 压力也小了很多 劳拉潜入水中 在岩壁边缘处抓到一只小蜥蜴 然而小蜥蜴肚子里全是虫 怎么看都不是能吃的样子 三人纠结了半天 考虑该不该吃下去 但是现在除了吃肉 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 现在 姐夫和一姐成了唯一只 只有两个人的队伍 直到现在 他们都还没有搞定水源的事 所以天一亮 他们就商量 该去哪找水喝 他们都不想步哈吉姆的后尘 所以他们决心除掉 作为他们前进的黑棕驴墙 哈吉姆走了 就开始琢磨出路了 难道之前都是在针对他们 这里的黑金桔厉害得很 只是哗了一下就能穿透皮肤 可能会造成严重感染 这波 姐夫刚砍两刀 就被长则扎到了手 他拜托姐一帮他用力挤出来 姐夫痛惊了表情包 但刺没有被挤出来 这么看 话浓是肯定的了 晚上 一姐问姐夫 今天感觉咋样 姐夫累得话都不想说 这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这天 姐夫和一杰在黑棕驴铃 搏斗了六个小时 依然没有找到水源 每天都是生死搏斗 但奋斗了这么久 都找不到水源和食物 是不是该考虑换个方向了呢 但是走到这一步 他们舍不得从前的努力 终于在第七天 努力有了回报 他们在棕驴树后 发现了一条小河 而且还是活水 水源这不就来了吗 有了水源 两人都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他们坚信 熬过四十天不是难事 克里斯卢克这边 也开始着手捕鱼了 虽然合着的鱼 看起来不过一斤肿 但是放在这儿 已经算绝顶佳肴了 在他们准备抓鱼的时候 霍诺拉不听他们的劝告 只要摘果子 他觉得自己比他们厉害 能爬树 所以他要自己动手 让他们对自己改观 很快就都摘到了 底部树枝上的果实 果实内有果肉 烤着吃也还行 克里斯虽然不喜欢霍诺拉 但大家都是队友 便大方的接受了霍诺拉的果实 只不过他嫌弃着果子太难吃 吃两口就吐掉了 霍诺拉很无语 这个是他爬了九米高的树 才摘到的果子 就这哥们连句谢谢都没说 还说难吃 这是什么财阀的少爷吗 见霍诺拉和他理论 但克里斯想了半天 只说这果子太苦了 霍诺拉直言 他们不尊重自己 自己当然也不会尊重他们 那够过个的算了 晚上 克里斯被蚊子咬崩溃了 这恶毒的虫子 一直叮咬他的私密位置 而且还没完没了 怎么都躲不开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三人决定顺流而下捕鱼 霍诺拉无语 与其找可能不存在的鱼 不如找棵树爬上去得了 但这时候 他们俩沾一条线 所以他只能复合他们 克里斯是商业捕鱼人 跟着他应该能有肉吃 这条河里有食人鱼 这种鱼攻击性较强 再加上这里有水蛇 危机四伏 随时可能嘎命 克里斯在前面带路 游了一段距离后 他闻到了一种花香 非要上岸去看看 刚上去就看到一种 结满果子的树 霍诺拉小生爸爸 之前你们不吃的果子 就来自这种树 听他这么说 克里斯立马掉头继续觅食 赫里也没有看到鱼 果树也过于高大不易摘 地面的猎物也很难捕捉 直白说 他们仨现在只有饿肚子的份 在赫里也找了三个小时 游了三公里后 雷霍尔的三人上岸回到米林地面 果树没看着几棵 腿上刮伤倒是不少 而且他们还必须打起精神 穿过躁热莽员 不幸回到营底 霍诺拉被他们远远的拉在后面 他现在头晕眼花虚弱的不行 小腿和手臂也在抽筒 好几次都要昏倒了的感觉 他感觉好像上次挑战时的 早已要重演了 上次他被晒到晕厥 送去医院被迫结束了挑战 难道这次要重蹈覆辙吗 做了半天 三人才顺利回到营底 刚到营底 霍诺拉就成大自行 在太阳下昏过去了 克里斯觉得霍诺拉的情况很危险 他被热得昏厥 应该在树荫下休息 而不是继续在太阳底下晒着 克里斯表示 自己会和卢克想办法支持霍诺拉 但他不会让任何人扯他后腿 不过针对霍诺拉好的话 不应该把昏厥的他 带进一凉的营底里休息吗 霍诺拉苏醒后 想明白了一件事 比起关心他人 他认为最应该把自己照顾好 为此他考虑弃赛了 就算其他两位队友能抓到鱼 但他们能提供的营养非常有限 完全无法让他把身体养起来 克里斯和卢克对他突然的决定并不意外 因为他们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 不过他们还是很客气的挽留霍诺拉 让他再坚持一天 多一天也不会糟到哪儿去 一向话说的卢克 也要请他再多熬12个小时 至少有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努力 霍诺拉觉得 这真没法再待下去了 连生理行为都没法做 因为他的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克里斯被他这番话逗笑了 说得跟在座的各位 都有机会过成人业生活一样 卢克也快笑叉气了 但他还是希望霍诺拉 别着急下决定 都还没到极限 谁知道有没有潜力呢 霍诺拉觉得自己已经封魔 拼到透支昏迷了 但是根本撑不下去了 继续在这儿 他只会回想起在巴西的经历 冲到负折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克里斯劝他放宽心 因为他们和他之前的队友完全不同 没道理两个猛男带不动一个小女生 霍诺拉直言 这里比巴西热十度 他也进到极限了 两人失文后 就等霍诺拉做决定了 当天晚上 霍诺拉独自躺在一旁 没有搭理其他两人 天亮后 克里斯邀请他去河边抓鱼 但霍诺拉兴趣缺缺 他表示 自己想先在营地躺二分钟再出去 克里斯和卢克没有异议 霍诺拉随即该口 那我带两个小狮子去抓鱼也可以吗 两位猛根本就没把他当输出 早就想好了该怎么带他躺鹰 所以他做什么都无所谓 但霍诺拉却觉得自己压力山大 他坦言 自己在这儿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先前那颗果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费尽心机带回来的果实 竟然被克里斯说难吃 还吃了一口就扔了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吃剩下的部分 而现在他想休息一下的不行 卢克被他说无语了 不是刚刚才答应他 让他在营地休息两个小时吗 但是不论他说什么 霍诺拉都要反驳 而且他彻底爆发了 克里斯求他别念了 油那时间都够抓鱼了 但克里斯那么一吼 霍诺拉更生气了 好好说话就行吼什么呢 这下好了 两边都像炮掌一样一点就着 夹在中间的卢克 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该帮哪边了 两男一女赤裸身体 住在狭窄简陋的营地里 怎么可能补出事 这不 才一周 他们就闹着要分家了 霍诺拉觉得两个大男人 根本就不尊重他 完全不在意他的想法 所以他决定退赛 但是走之前 他要把自己也带着的工具都处理掉 比如带着的绳索 和公钻左人火这里烧掉 只要是他的东西 他都会带走 卢克先一步抢走了这些东西 不让他得逞 否则等他走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霍诺拉一听更活大了 这明明是他自己的东西 竟然还不能带走 住了营地 两人跟上就看到 他把刀丢进了附近的河里 还说你们好自为之 说完 他被萧丝的回到了营地 这一刻给哥俩整不会了 家伙都没了 还怎么继续下去 卢克想再找霍诺拉聊一聊 但霍诺拉根本不领情 他认为两个大男人 容不借他一个弱女子 气不过的他 把两样重要的求生工具 丢进了河里 这下整个团队气氛消沉到了基点 克里斯不想搭理霍诺拉 独自来到河边 打捞被扔进河里的求生工具 卢克想跟霍诺拉讲道理 并告诉他 如果想回来 必须得解决一些问题 卢克好说歹说 与他沟通了半天 但霍诺拉完全不肯退让 虽然卢克习惯处理这些事 但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直白地说 在艰难时刻 唯一响应方式就是搞破坏的话 这种人并不是个当队友 霍诺拉试探着问他们会不会棋赛 卢克明确告诉他 他们不会放弃 拿不弹要离开 他们依然选择坚持 听他这么说 霍诺拉决定退一步 在这能待多久待多久 不过之后他们怎么做 与他无关 克里斯这边已经气坏了 在跳进河里 半天没有找到东西 变得更加气急败坏 骂骂咧咧 把霍诺拉骂了一顿 克里斯回到英地 忙活了大半天 都没有找到另外两个鱼钩 不知道是不是霍诺拉都拿去扔了 一想到这个疯女人 两个人就头疼 但霍诺拉还在琢磨 如果从他们那拿回公钻组 克里斯开出条件 想要公钻组可以 但必须把刀还回来 不然他们就吃亏了 毕竟霍诺拉又不是 真的很需要那套公钻组 霍诺拉脾气上头 坚持要跟他们理论 卢克质问 既然这东西很重要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往火里扔 这个是有从火里捡回来的 霍诺拉坚持要要回她的东西 根本不说刀的事 见克里斯和卢克 没有退让的意思 他直接抢走罐子 就往河边扔 他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他认为自己非常努力 理应获得对我的关爱 但如此尽心尽力 却指责到了他们的白儿和批评 三人的关系危险到了极点 现在可不是简单的道歉 就能让关系回到从前了 因为霍诺拉拿走了 他们的绳索水壶 还有两把刀 留给他们的生存工具 只剩下一只鱼钩了 克里斯留在河边继续找刀 可当他拿着刀上岸时 霍诺拉却让他把刀还给他 卢克不想和他继续纠 便劝克里斯把刀给他 让他安静离开 现在他走了反而更好 可是被丢到河里的水壶 早不知道沉哪儿去了 卢克的河里跑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找到 霍诺拉的目的是争惨他们 可是这种做法 不也害惨了自己吗 冷静下来后 霍诺拉开始后悔 他表示 自己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处理办法 走投无路才会这样 但是脾气最好的卢克 也不吃他这一套了 两个人接着大吵了一架 谁都不愿意退破 这一队还能搭档下去吗 另一边 姐夫和伊杰已经找到了水源 但到目前为止 他们只吃了一点仙人场 但要在这里打猎寻找蛋白质 非常困难 当他们在丛林里觅食的时候 竟意外发现了一条 长约60厘米的蛇 姐夫想直接上手杀 伊杰打算从旁辅助 可两兄弟没什么默契 并没有一次性拿下 睁睁眼睁睁看着 到手的蛇匆匆的逃开 错过一阵大餐 两个人都很沮丧 眼下他们的重要生存工具 只有鱼钩 姐夫挂上鱼钩 在河边等了一阵 没想到还真让他掉下来一条 而且这个鱼各都还不小 两人七声欢呼 今晚总算能吃顿好的了 两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们能在这里 一路坚持到40天 谢恩这边也很头疼 这些天来 他任劳任怨 做了无数粗活累活 可家里两位大小姐 一点都不给力 连木柴都舍不得钱 而当他提出意见 丹尼尔却说他太死脑筋了 求生不需要太勤奋 自己只是在用 更聪明的方法解决问题 谢恩转身走人 他表示 自己不要和懒鬼合作 他再也不会让两人 占他便宜了 阿南拉却冷嘲热讽谢恩 实力不行 运气还差点 如果能单飞 对大家都更好 霍诺拉拉着砍刀 在营地附近走来走去 克里斯气得压痒痒 他寻思着 女人要在街上什么闹 肯定要见邪了 于是 他向霍诺拉下达通牒 让他赶紧滚蛋 并警告他 不要管他们的事 霍诺拉气得崩溃 自己对他们如此友善亲近 可他们完全没把自己当队友 这日子不过也罢 说完他便带着刀 在制作组的护送下 霍诺拉也很生气 自己被想一血牵齿 没想到这次的队友完全不够看 根本不给他血耻的机会 逼着他棄赛 看来只能下次再来报仇了 卢克和克里斯来到河边 打算继续寻找被丢掉的刀 两个人轮流寻找 但是根本看不到希望 也不知道霍诺拉到底藏哪去了 克里斯扩大寻找面积 终于在边缘处找到了卢克的水壶 水壶在荒野秋生中 属于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 没有他可不行 卢克继续泡在水里 也找到了被丢的刀 至于绳索 还得花更多的时间去找 卢克非常乐观 他认为遇到困难 只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 撑过去就好 还好克里斯也是这样的人 如今这里只扔下了相同目标的他们 肯定能够齐心协力 奋战到最后一分钟 却女生对这边气氛依然和谐 他们终于在集合几天后搞好了英地 但是饥饿仍然是极大的危机 食物的缺乏让他们有点恍惚 不过姐妹亲身在家里有目标 所以日子也算有条不紊 不过丹妮最后一个加入团队 再加上伊娃跟劳拉是老熟人 做什么都在一起 所以她在队伍上的角色仍然不明确 她总觉得自己在团队里很多鱼 劳拉和伊娃默契的到河边一起抓鱼 连叫都不叫她一声 在这里唯一的食物只有鱼 伊娃和劳拉承报了捞鱼的工作 但是抓鱼并非一事 所以两个人在河边是并不开心 觉得自己被排挤的丹妮 只能远远的看着他们钓小珍珠 这种疏远让她觉得孤寂 可是要融入他们也十分艰难 只让她有心无力 阿兰娜和丹妮尔决定待在营地 不外出走动 以此保留体力 但歇恩还在努力的寻找食物 她打算爬到树上看看周族的情况 可她的奴隶在两位女士眼里 只想出风头 他们认为 歇恩应该想办法调整好步调 可她却在爬树 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只会让她透支体力 歇恩没有管他们的窃窃私语 直于爬上了高高的大树 摘到果子后 她废了九年二户之力踩下来 这一趟一共搞到了四个果子 她高兴坏了 想回去分给队友 但两人并没有给她好脸色 也并不喜欢她 歇恩不想跟他们计较 便去一旁砍树 但两个人都觉得 她的动作非常滑稽 放肆地嘲笑着她 歇恩竭力忍耐着 她知道 阿兰娜上次21天求生时 让队友做这做那 队友体力透支腿赛 而她什么都没做 这次和她组队 只能算自己倒霉 但自己不可能一直帮忙 而阿兰娜却继续嘲讽她 不要一次把风头出尽了 歇恩越想活越大 但因为对生存的看法完全不同 所以她决定远离他们 专心为自己工作 这些天 一姐觉得有些胃痛 极其美味的蛋白质来补充身体 但实际上 到这里求生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吃的最多的是 统心现任长 外出的时候 她终于看到了活的小动物 可是 凭她现在的反应能力 根本追不上 杰夫在河边守了一段时间 但也没有收获 两人沮丧地回到营地时 竟然意外地看到一只大乌龟 也不知道是不是阿兰娜 他们放生的那只 两个人抱着乌龟 兴奋地手舞足蹈 一姐还直接上嘴亲了一口 这只巨大香龟 会成为接下来几天的伙食 一想到能吃上肉了 两个人就笑得喝不愣嘴 回到营地后 一姐就着手处理乌龟 他们做了个围栏 将乌龟关起来 打算去取水煮乌龟汤 把乌龟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把乌龟关起来后 两人便出门取水了 只希望乌龟不要在他们 离开的这段时间跑路了 一姐也没想到 他们出去取水 能拖到天黑才会 杰夫拉开牢笼 但里面空空如也 那么大的乌龟竟然逃走了 这下两人崩溃了 他们急忙去周边寻找 说好的乌龟速度很慢 应该还能找到吧 可是这里伸手不见物质 连灯光都没有 根本找不到目标 两个人这才开始忏悔 因为高兴而忘乎 所以现在主说的鸭子废了 让他们得到了教训 想到逃走的乌龟 一姐就觉得自己的胃更痛了 肌肤也很茫然 两个人摸黑在小路上 搜了一遍又一遍 可什么都没有看到 而另一边 正在睡觉的丹尼尔和阿兰娜 闻到了蛇的味道 他们急忙叫醒西恩 让他起来想想办法 西恩犯了个事说 多大个事 就算是巨蟒 我也能两秒就能制服 但你们害怕 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吗 黄山野岭 随便搭个草棚的睡觉 怎么可能不招蛇呢 阿兰娜和丹尼尔两个弱女子 根本不敢抓蛇 所以他们指望大猿种 西恩想想办法 但是西恩根本不想搭理他们 如果真的有蛇 窜到他跟前 他会不费出一规之地指服 可如果是为了 这两个不讲礼貌的女人 他打心里一百万个不乐意 在这片炎热偏僻的荒野 待了十二天以后 所有权手都已经筋疲力尽 没办法融入 伊娃和劳赖的丹尼决定 却忙于寻找可以吃的植物 他觉得自己的潜能无处发挥 真的眼巴巴看着 其他两位大姐处理 这种被排斥的感觉让他沮丧 他不想变成队伍的负担 所以打算出去寻找食物 证明自己 莽云上有很多杂草 这是蛇最喜欢潜伏的地方 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没多久 莽云上风向变了 丹尼也闻到了烟的味道 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去看看 这里还有什么人 丹尼一猫着腰 小心地走到了 克里斯和卢克的营地附近 这会儿 他们俩正在吃棕榆树果实 为了不引起误会 丹尼没有和他们打招呼 克里斯也跟着找了过去 一下把丹尼抓了个现行 丹尼只要尴尬地和他们打招呼 克里斯热情邀请他 参观他们的营地和游泳池 丹尼很喜欢他们的氛围 感觉这俩兄弟就像在夏里营一样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东西吃 有杏仁 踪驴心 黑踪驴和别的水果 而且做什么都一起分享 这种氛围 让丹尼感受到了队友存在的价值 正好他随身带了一把刀 可以借给他们换水果吃 被克里斯和卢克关照的那一刻 丹尼希望自己能换到这边来 这里食物资源充足 两位猛男又很有实力 同时还会关心他的想法 对他十分关照 这种团队谁能不爱呢 丹尼坦白问两兄弟 愿不愿意再多一个队友 或者再多三个队友 卢克和克里斯并没有第一时间印象 他们想认真地考虑一下丹尼的提议 毕竟他们之前也曾是三个人的队伍 有新朋友的加入情况将大大不同 多一个人问题不大 可多三个人可就有点勉强了 而且要是这时候收下了丹尼 以后会合的时候 怎么跟另外两位女队友相处呢 克里斯有点为难 卢克也一脸懵逼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劳拉和伊娃到河边文杖捕鱼 他们觉得丹尼有点奇怪 总是动不动就玩消失 难道他有什么秘密任务在身吗 只让伊娃觉得大有不满 总是见面说一下自己要离开一下 随后人就消失一下午 只让他们很茫然 劳拉觉得自己和伊娃都是热心肠 即便冒着气赛的风险 也愿意帮助别人 可是他不希望对方不愿意支持自己 当他们唠叨于时 他们总想着给丹尼一份 可是丹尼神出鬼没 一份力都不出 凭什么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呢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丹尼刚和卢克克里斯告别 在活着的路上 卢克认为丹尼态度不错 是个可以欢迎的队友 克里斯也觉得他很有活力 多个队友能帮上忙 可是如果丹尼来了 那另外两个女生该怎么办呢 克里斯的想法是 可以再加入一两个 但不可能三个都来 卢克也这么认为 如果可以一起生存 那当然最好 可是也要照顾自身的利益 比如分给丹尼那部分性人 并不会让他们饿着 只是与他交个朋友而已 更何况 丹尼应该不至于 到自家营地来偷东西吧 回营地的路上 丹尼一直在思考 自己该不该换队伍 和劳拉伊娃一队 几乎没有存在感 只让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男生队 有稳定的食物来源 这是生存挑战中 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投靠他们 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吃亏 回到营地后 劳拉把自己遇到 卢克两人的事 告诉了伊娃和劳拉 并坦白 自己有去他们那儿的医院 反正不论在哪边 自己都像个局外人 听他这么说 劳拉和伊娃都很差异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 是丹尼自己不愿意合群 伊娃直言 丹尼并没有为队伍做出贡献 劳拉负义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有看到丹尼的努力 而他既然竟有了异心 那他们也不太愿意 和他继续下去 丹尼表示 其实自己并没有下定决心 否则就不会回来了 而当活到营地后 他觉得还是在这里更好 说那些话 只想坦诚地了解彼此的想法 听劳克那边有很多的食物资源后 劳拉和伊娃眼睛都亮了 丹尼尝试说服他们 到那边去看看 不过在去那边之前 他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晚上 营养不良的三人 起上到河边捕鱼 这边的河里有鳄鱼出没 非常危险 因此他们准备了火把 可他们摸黑在河边守了很久 河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见识过劳克克里斯 繁华的丹尼 忍不住又起了 要去他们那边念头 这天 西恩还在营地里扮运柴火 完全没有注意到 之前错过的猎物 竟然回到了营地 阿拉娜两人虽然提醒西恩注意 但那西恩提一起做陷阱的时候 他们就不吭声了 西恩很失望 等半天 再等到他们说 要做陷阱 就多做几个这种无聊的建议 光说不做 动动嘴皮子有什么意思 西恩无话可说 转身离开了营地 丹尼尔让阿拉娜憋理他 现在的他简直就是个怪咖 如果他能正常一点 稳定一点 说不定 大家就能友好共同化解纷争了 但西恩性情不定 做什么都要人别扭 所以才这么不着人喜欢 西恩觉得 自己继续和他过日子 会被硬生生气死 这两个公主 此刻正睡在他盖好的营地 烧着他捡来的柴火 享受着他的劳动成果 还对他忽来赫去 虽然西恩早有单飞的打算 但他于心不忍 但每次说完 再也不帮了 下面就继续服侍他们 他难道是天生属天狗的吗 第十四天 阿拉娜和丹尼尔在营地守了一天 都没有看到西恩的身影 便开始责怪他不够意气 出门都不说一声 让队友担心 毕竟 在这荒山眼里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营地这里出事的话 没有他个不行 西恩离开营地的一整天 其实都在筹备自己单飞的事 他远离原来的营地 只没盖一个自己的营地 分开 不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们都好 只是这样做 肯定又要被他们编排成 混蛋不合群了 西恩重申 自己离开他们单飞 是因为自己不想跟懒鬼合作 他忙活了几个小时 给自己挑选了营地 找了藤蔓 做好了一张吊床 处理好这部分工作后 西恩回到原来的营地 躺到平台上休息 他想找个合适的时间 通知他们自己搬家的事 虽然会被骂 但至少保全了自己的意志 天亮后 丹尼尔和阿拉娜去河边 挖了一些黑泥座全身泥膜 预防蚊虫叮咬 回到营地后 西恩就跟他们说了 自己要搬家的事 丹尼尔认为 西恩应该跟他们商量一下 西恩觉得这事根本没得谈 比如自己问陷阱的事 他们会说好几个不可行的理由 还说多做几个陷阱之类的话 这种好听的话只能听 一点实际效果都没有 丹尼分工合作的情况 每次的只有他一人处理 他已经懒得超乎他想象了 所以他过不下去了 阿拉娜始终觉得西恩不够聪明 哪有人一开始 缝树就爬 剑树就砍 这种消耗体力的事 对求生一点帮助都没有 自己虽然懒 但是更聪明 只要目的是为了求生就没问题 西恩不想跟他们多说 反正他已经铁了心要分家 以后自食其力就行 西恩走后 阿拉娜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觉得西恩实在太莫名其妙 太不讲道理了 不过既然他要走 那就随头去吧 反正他跟丹尼尔能有更好的出路 到时候的乌龟飞了 伊杰和杰夫难受了好几天 现在他们的晚餐非常简陋 只有两只蚱蚂 和一只大蟑螂 以及一只小蜥蜴 尽管这东西看着恶心又难吃 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尽可能把炸门烤的嘎嘣脆 更适合下手 但怎么吃都吃不出牛排的味道 在这里住了两周多 附近的资源已经枯竭 他们决定启程去更远的地方 寻找更多的资源 原本12位参与40天挑战赛的参赛者 到第17天就指认下了10位 阿兰娜 丹尼尔 谢恩也彻底分家 各自过日子 他们觉得没有谢恩是件大好事 以前谢恩在的时候 他们总担心 谢恩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 而且两姐妹还过上了夏里英的生活 他们决定专心寻找稳定的事物来源 为此 阿兰娜做了一个鱼篮骨架 要是能抓到鱼 就能去谢恩那里显摆了 因为谢恩老说 他们需要他的帮助才能过火 但这并非事实 阿兰娜把鱼篮放到河边后 就开始做能吃大餐的美梦了 谢恩在距离他们180米左右的地方 打起了自己的营地 还做了受利用的长矛 完事后 他迫不及待带着长矛崴出觅食 想试试 能不能找到之前那只迟钝的水豚 巧的是 那个小家伙竟然真的在附近等着他 只是第三次碰面 他依然没法搞定 想干 阿兰娜这边就传来了好消息 他的鱼篮竟然真的抓到鱼了 虽然这鱼只有拇指那么大 还不过他一个人塞牙缝 但这至少证明 他能独立获得蛋白质 这样的话 压力就给到谢恩了 回到英帝 丹尼尔问阿兰娜 要不要把鱼分给谢恩 阿兰娜表示 韦宝自己才是首要任务 至于谢恩 让他自个儿喝风去吧 两个赤条的大男人 在荒山野岭相遇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伊杰和杰夫在荒野大堂十几天 他们一起搭建营地寻找猎物 非常渴望成为战胜荒野的男子汉 然而这片荒野 却让他们失望了一次又一次 还好这里有几个圆筒仙人掌 让他们不至于干巴巴的饿肚子 但是除了仙人掌外 他们什么都没看到 于是他们决定 迁移到资源丰富的地方去 可是这附近到处都是岩区 只能想办法穿越岩区直穿猛园 走到河边去寻找湖泊 如果运气好 或许能到湖里找到食人鱼 不过这段路程足足有21公里 途中缺乏水源 而且平均气温高于37.8度 光这消耗量就要人胆寒 他们只想尽可能走最短的路径 用最少的体力达成目标 杰夫担心途中会遇到状况 而且现在还不确定 那边是否真的有失误 如果那边的情况还不如这边 那么就白跑一趟了 也将让杰夫别乱说话 要是他在开光的嘴巴真说中了 那可惨了 两人信心满满 在出发前还做了被篓 用来携带收集到的仙人掌和器具 两人一一检查了生活用具 所以杰夫还虔诚的向神明祈祷了一番 接着两人才背上心头上路 绿管丛林这边 同样是两个男人的组合 克里斯和卢克就用莽云寻找食物 卢克发现了一条 有颇多猎物出没的寂静 顺着这条小道 他们意外找到了一棵芒果树 虽然树杆上爬满了蚂蚁 但克里斯仍然顽强的爬到了树顶 摘下了不少芒果 这些小型的黑色切叶椅非常可恶 摇一口能腾半天 但能到它必要的资源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值得 两人在这满满当代的芒果回到了营地 激动了手舞足蹈 卢克一边吃一边笑 根本喝不容嘴 现在他们应该是生存物资最多的一座 不仅有芒果 杏仁 黑棕驴果 还有大量棕驴心 一堆堆一排排 就像摆水果摊一样 卢克甚至调皮的在水果队里搭滚 现在的他们 完全是荒野求生中的贵族 仙人这边可不好受 他和霍诺拉丹尼尔分家以后 独自在丛林里生存 长期为进食 让他体力透支 平息的他猛然站起来会有点头晕 但那很顽强 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寻找猎物的机会 即便半夜三更 也要穿越芒云寻找猎物 他寻思只要能饱餐一顿 一切将会是新的开始 可他刚走进草原 就听到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他踢着棍棒胡乱敲打 终于看清楚了声音的来源 好家伙 那竟然是条行动机器敏捷的珊瑚蛇 谢恩被卸得魂不守身 扭刀就跑 如果刚才被这玩意咬到 他必死无疑 即便回到营地 谢恩仍在止不住的后怕 在荒山野领生存 虽然的确有冒险的快感 但如果不小心一命乌祸 那可就赔到了 阿兰娜和丹尼尔和谢恩分家四天后 双方都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阿兰娜笑得很开心 他觉得 没有谢恩在的地方春暖花开 连空气都更清新了 两人欢欢喜喜待在营地 除了说谢恩坏话 别的事情都不做 而谢恩还在河边想办法 他想钓鱼 可是他连鱼钩都没有 没办法 他只好回遇到原来的营地 求阿兰娜和丹尼尔帮忙 你们愿意在气温下降后帮我抓鱼吗 谢恩们很诚恳 但两位女士并不想搭理他 因为他们等会也要去抓鱼了 谢恩第一声下气 希望他不能把自己带上 生火器就离开了 这下看来 两边已经彻底闹崩了 谢恩又气又急 需要的东西都在他们那边 自己也只能放低身段去求他们 这样也太没面子了吧 他预感 等到明天 自己可能连生火器都借不到了 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 自己去了气赛 只有巴适到另一个地方 加入别的队伍了 更让他崩溃的是 即便借到了生火器 他也没办法生火 崩溃的他 愤愤不平地在地上打滚 他非常想回到阿兰娜那边 想和他们和好 重新上一分工的事 但他的表现 让阿兰娜和丹尼尔觉得莫名其妙 到第18天 劳拉小组也开始商议 是否要迁移营地 他们当前所知的地方资源有限 这些天来 他们只是了小鱼和蜥蜴 没有找到一点素食 虽然肉食必不可少 但40天不吃植物 身体会崩溃 考虑到这些问题 他们指定去别的地方求生 丹尼再次提出了 自己不成熟的建议 之前去过卢克和克里斯的营地 让他心动不已 他希望劳拉和伊娃能够一起前往 伊娃觉得去看看也不是不可以 三人说走就走 立即启程 要去卢克那边 首先要步行5公里 穿越酷热茫园 再通过绿馆丛林继续前进 茫园上炎惹非常 而且随时潜伏着危险 所以三人前进的时候 必须花费心力 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女生族迫不及待 赶往卢克和克里斯营地的时候 他们俩正在火堆旁悠行的躺着 这些天一直躺在沙发上 让卢克浑身难受 所以他想瑜伽伸展筋骨 放松肌肉 他也劝说好多有 克里斯和他一起做瑜伽 但克里斯表示 自己没有一点紧绷的感觉 他的紧绷感 消失在霍诺拉气色的那一刻 从那以后 营地里就只有自由舒适的感觉 但克里斯拗不过卢克 两个人合拍地做起了瑜伽 克里斯从未想过 自己会在如此偏僻荒凉的地方 裸体倒立 他想了半天 觉得男男瑜伽 还是适可而知比较好 做完瑜伽后 没休息多久 但泥片子拉拉和伊娃 来到了他们的营地 正在啃果子的克里斯愣住了 反倒是卢克热情地接待了三位女士 交谈中 克里斯的笑容逐渐凝固 看起来非常尴尬 看到地上成绩的坚果 和吃不完的芒果 三位女士眼红得不得了 这里的生活 和他们之前的营地天差地别 有什么理由拒绝加入呢 卢克热情地邀请他们 到湖边冲凉 三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克里斯到现在都没缓过身来 这种抬头 就能看到国体美女的机会 实在太少了 甚至可以说 根本没有这种机会 所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人 不过留下这三位美女并非一事 虽然这里资源丰富 但只够他跟卢克享用 分成五份就很难说了 女生组这边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占他们便宜 而是他们那边营地确实无法过日子 虽然每天都能吃上小鱼和蜥蜴 但吃不上素 让他们百感交集 所以才需要迁徙 到新地方寻找可以食用的植物 听他们这么说 卢克和克里斯来劲了 他们的情况和劳拉等人完全相反 这边食物丰富 多的可以在上面打滚 但很遗憾 这些食物都是素食 缺少蛋白质 如果两边能够分工合作 这将会是一件大喜事 卢克就对有基本的要求 是保持积极态度 他希望所有人能团结以心 即使饿着肚子 也要撑到40天 三位女士也正有此意 于是五人小组正式成立 午饭时间 克里斯为他们准备了烤熟的芒果 还有新鲜的坚果等 伊娃十分感动不但感叹 这里条件实在太好了 卢克和克里斯 本来没有必要非要他们加入 但他们这么做了 这说明他们真的很善良 所以他一下定决心 要帮忙捕猎 几人欢喜吃的时候 卢克开始心疼存粮了 刚开始只是说说还没感觉 但真的把食物分出去后 才发觉开销实在太大了 他有点后悔 同一无人的组队了 他想要二分之一的杏人 而不仅仅是五分之一的杏人 几位女生也非常有礼貌 吃完午饭 便出发就河边捕鱼了 三人早就是合作默契的好伙伴了 没一会儿就抓到六条小鱼 他们把所有的鱼 都交给卢克克里斯 克里斯受宠若惊 决定更真心的和他们相处 犹豫吃的生活 确实跟以前大致的不同 再加上有芒果的字样 卢克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天堂 这么一想 两只都有合并 有意无害 克里斯当即把原本的对名 兄弟情一族 改成了好男好女族 这种气氛持续下去 搞定40天挑战不成问题 当晚夜深时刻 克里斯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警觉的站起身 巡视了一圈 想必是有大型动物在周边巡逻 那怪物已经一炸把大伙下得睡不着觉 这边 伊杰克杰夫还在尽力赶往湖泊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在甘草的莽园中 步行了6个小时 但他们离湖泊还有一半以上的路程 打赤脚大打拉击了他们的效率 现在的他们 就像是刚和巫婆做了交易的美人鱼 没走一步都像走在刀刃上 而且他们打包的水已经喝到底了 天色骤变 马上太阳就要下山 可他们还没有找到扎营之处 什么都没有的他们 就得抄进路赌一把 进入漆黑的丛林寻找容身之所 可是刚走进大便树林才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走进了洞穴 如此宽敞的洞穴 简直就是天选营地 两人情不自禁往里走 越看越满意 这里还有一块比较宽大的光滑岩石 可以反射热量 只要在这剩一堆火 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但是在这里居住 要格外注意洞顶的小蝙蝠 要是被他们捂伤 感染狂犬病就完蛋了 杰夫躺在地上就不想起来了 走了一天 本就透支了体力 还有被杀影小蝙蟲之类的叮咬 也难怪这在脚踝中的老高 当前最要紧的是 找到充足安全的水源 好在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运气好的话 明天就能走完剩下的路 找到一片绿洲 和两位大美女赤条条的 过没羞没臊的日子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先死来想去 觉得可以再找他们商量一下 自己能干苦力能低头 跟在他们身边当保镖也行啊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 他独自的丛林探险这四天 生活打猎一事无成 希望有个好队友能帮臣一下 于是他再度回到营地 尝试和阿莱娜丹尼尔沟通 信我 我们三个合作绝对有胜算 阿莱娜觉得很莫名其妙 说要走的人是他 想回来的也是他 阿莱娜很不服气 他不太理解 有什么工作 非要三个人一起做不可 谢恩之前一直嫌弃他们 太懒惰不给力 现在又说非他们不可 这种精神状态 让他们害怕极了 阿莱娜直言 谢恩是个小菜鸡 没有他们就过不下去 而他也不想再接生活期了 但是他可以给谢恩一些点燃的 或者生过火的木炭燃的生活 听他软下来 谢恩表示 只要他们肯帮忙 他愿意赴汤蹈火 阿莱娜听到这话就来气 就算谢恩走了 他们也没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谢恩尴尬得无地自容 这时丹尼尔开始帮强 他们不满谢恩出尔反尔 既然说了要分开生活 那就贯彻到底 这时候越来大关系 实在是太怂了 谢恩知道这事没有余地 便自觉地离开了 阿莱娜和丹尼尔根本不想理他 这男人情绪都变 就算想求人帮忙 也摆着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们不需要这种脑后流奇怪的队友 谢恩回到自己的阴地后 伤心的嚎啕大哭 就算是猛男也受不了这种待遇 他祈祷神明能给他力量 让他度过难关 但神明似乎听差了 给他下了一场暴雨 让他的处境越来越差了 谢恩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不能自已 他从哪都全力以赴 真诚待人 但总共得到相应的回报 他想不到自己该怎么做了 这场雨下了两个半小时 凌晨一点半 他还在做广播体操 让自己暖和起来 他在这边瑟瑟发抖 但阿拉娜那边还在喜笑颜开 他们虽然不喜欢谢恩 但他们很喜欢谢恩做的这个营地 平台下面挡雨功能非常优秀 他们围着火堆 开心的聊着八卦等雨停 还扬言这里根本不需要谢恩 真不知道 谢恩知道他们背地里这么说 会不会气差 太阳升起的时候 谢恩才松了口气 还冷得夜晚终于过去 温暖的黎明来临 就该考虑找吃的了 谢恩身体都快冻僵了 现在只想让身体暖和起来 于是他二话不说 启程向莽云出发 杰夫和伊杰被冻得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暴雨扰人清蒙 林子里的风 但天亮后就是忙碌疲惫的赶路 离开营地之后 他们就没怎么喝过水 日头很大 稍不注意就会中暑脱水 空等的莽云赏 连遮阳的东西都没有 他们很清楚 没水喝就得完蛋 可现在已经离完蛋不远了 在他们哀声叹气 黑着连赶路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肉糊糊的人影 呀 这不就是倒霉鬼谢恩吗 伊杰和杰夫马上跟谢恩打招呼 虽然彼此都不认识 但只要做了自我介绍 那就是自家兄弟了 谢恩迫不及待的跟他们说了 阿兰娜和丹尼尔的事 听说这附近有很多芒果树 伊杰和杰夫眼睛都亮了 生活气算什么 有吃的才是硬道理 而且他们也不会像阿兰娜那样喜欢闹脾气 况且他们这支队伍 十几天来 只有他们两人连闹脾气的机会都没有 谢恩带哥俩去了河边 洗澡喝水好好修整了一顿 伊杰和杰夫性格很好 人也不错 当了十几天受起包后 见到这么通情大力的人 感性的谢恩激动的要哭了 才刚刚被两位女队员抛弃 就接着迎来两位壮害的暖心安慰 难道是神认可了他虔诚的祈祷吗 喝到水的伊杰 觉得自己完全重生了 他拿出一颗巨大童心仙人场 想跟谢恩换水果 仙人表示 以后咱都是一家兄弟了 还说什么交易不交易 带我走吧哥 最好在明天天亮之前就离开 先说的很直白 伊杰和杰夫有些犹豫 之前的三人组经历不太美妙 让他们不敢轻易相信别的队友了 再者说 他们现在的双人组 已经优秀的不需要别人加入了 杰夫告诉谢恩 他们之前抓到一只大乌龟 但是很不幸乌龟逃走了 谢恩正好有相同的经历 刚说到 两位女队友莫名其妙放走乌龟 听到动静的阿兰娜和丹尼儿 就过来看热闹了 杰夫和伊杰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 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见他俩看到阿兰娜二人如此热情 谢恩心头咯噔一下 似乎自己又被排除在外了 杰夫直觉 这是个不方便缠合的修罗场 于是他直接说了交换物资的请求 还再三强调 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 没有被他打算 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 伊杰和杰夫打算走11公里 赶到皮拉纳湖 那里距离获救点仅6公里 是第40天挑战结束的地点 他们希望这片湖泊能提供足够的鱼和猎物 让他们坚持到最后 遇到西安一队对他们来说 是个不错的交换物资的机会 可西安只说要加入 这让他们十分为难 伊杰直言 多个人也许避他于利 杰夫觉得西安是个潜力国 他是个做什么都勤奋的伙伴 而且他曾经和队友闹过矛盾 肯定不会重蹈覆辙 若是能拉拢他 一定会发挥大用处 伊杰寻思这话好像很有道理 但他还得再想一想 在前往皮拉纳湖之前 他们还顺手教打尼尔和阿拉纳钓鱼技巧 杰夫对未来20天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他表示 自己会在皮拉纳湖钓大鱼 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阿拉纳一边放钓鲜 一边不许地说 万一里面的鱼非常小呢 听到这话 其他人都沉默了 再怎么不会说话的人 也不至于在人家信头上泼冷水吧 可阿拉纳根本没看懂气氛 还强调 那只是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一个杰夫整不会了 先直接背过身去 他真的受够和阿拉纳相处了 每次他说什么或者提议什么 阿拉纳会立刻泼冷水 和这种人一起生活 只会感受到满满荡荡的负能量 先问伊杰怎么看 还说阿拉纳平时就这么对自己的 听他抱怨一份后 伊杰也看不下去了 要请他一起去皮拉纳湖 伊杰认为 这是当前最好的处理方法 他们三人一起一定能走到最后 走之前 他也特意跟阿拉纳两人说明了情况 丹尼尔是素食主义者 只要吃点果的就能过火 对阿拉纳来说 这里的物资完全足够 所以他们都没有要走的意思 听到先问要走 阿拉纳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去投靠谁他都无所谓 他认为希恩可能会惹麻烦 和他告别 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 杰夫和伊杰希恩 尽可能沿着丛林边上行动 但对准的路线上 全程不会有任何遮阴 要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 冒着43度的高温 完成11公里的长征 着实不易 穿过炽热猛员 会被炽到猎羊反复制烤 而且这里的湿度可达70% 湿热会带来相当严重的问题 他们随时都要防备各式各样的问题 天气很热 四周仍是空旷一片 满云上的热 不仅仅的把人惹晕 还会把人热死 这种天气 只要两个小时就能热死 说是人间炼狱也不为过 能否成功完全是未知数 刘克 克里斯和丹妮 一把劳拉的队伍 也是两支队伍合并的队伍 起初 克里斯给了姑娘们两天试港期 接触后发现 大家都很好相处 所以现在这支五人队伍发展的很好 不过人口增多 导致食物消耗量大 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了危机感 好在丹妮的渔网提供了大作用 让他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上鱼肉 尽管这些鱼小的只够栽牙缝 但是能分到微小的蛋白质 已经很奢侈了 简单说 现在状况不妙 以后可能还得转移阵地 克里斯觉得最后肯定要迁移 因为这里的鱼很小 蛋白质有限 只有大鱼才能改善五个人的生活 由于蛋白质严重缺乏 他们五人只能吃未成熟的芒果 紧接着后衣症开始显现 每吃一口 舌头都会传来剧烈的灼烧感 尽管他们已经用烤熟的饭法 简单处理过 但危害仍然很大 克里斯的舌头上到处都是溃疡 痛得要死不活 但不吃也得吃 这是当前能带来能量的主食 糖分在缺乏蛋白质时补些营养 现在还有这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要继续熬下去 必须另寻食物来源 无人齐心协力 将剩下的芒果都切成片 晒成果干 为牵引做准备 劳拉认为 唯一的办法是穿越芒源 寻找蛋白质 他选定的大猎区域 也就是 一家他们早就看好的皮纳拉湖 队友们也认可了他的建议 答应和他一起前往 这一趟旅程 差不多要步行九公里 等到达目的地 他们剩下的人就能一起相会了 定下计划 一行人决定明天天亮再出发 无论去哪 总比在这坐吃山空好 一家克杰弗 西安三人顶着独来的太阳 在芒源走了很久 感觉身体里的水分都要晒干了 但他们距离目的地 竟然还五公里 即便几个小时过去 太阳依旧热辣无情 似乎没有挪动位置的意思 在列阳下走了五个小时的 他们早已筋疲力尽 到处都是熔岩 荆棘和仙人掌 滚烫的岩石 烫的脚痛 膝盖都无力弯折了 西安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如果皮纳拉湖没有足够的蛋白质 他们绝不可能熬到第四十天 说不定再走下去 明天就要被抬走了 空荡荡的芒源上有三个裸男 正在着急赶路 他们是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冒险者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天的他们 准备去芒源的另一头 寻找生活物资 芒源上有风吹过 风会带走身体里的水分 原本就脱水的情况下 只有一壶水 他们支撑不了多久 他们不得不承认 来之前低估了荒野求生的难度 上一次冒险 他们在荒山岩岭熬了二十一天 但在这里求生四十天 远比二十一天难几倍 他们三人耗费七小时 在芒源上走了九公里后 身体彻底顶不住了 下午一点 气温飙升到了四十摄氏度 水湖滴水不剩 他们只能靠仅剩的一棵树乘梁 休息片刻后 才继续朝着树林出发 进入树林之后没多久 他们便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皮纳拉湖 荒原中的湖泊 通常是蒙兽的栖息处和聚会场所 这里最出名的便是凶猛的电脉 这里的野生电脉长达两米 房间可达六百伏特 足以置人于死地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巨蟒 凯文厄 食人鱼 一旦遭受攻击就会没命 所以三人时刻提心吊胆 虽然这里到处潜伏着危机 但对于求生者来说 也是一条生路 房间整片蟒原 也只有这里有水和大型猎物 如果能狩猎 他们将依靠这片湖泊熬到第四十天 三人靠在树下休息 一节率先发表感言 这一路走来 汗水淋漓 吃了不少苦 但这是三人组第一次获得了胜利 大家应该打起精神 好好庆祝 原本就心灵脆弱的谢恩 听到这段话感动的流出了眼泪 到这里这么久 他终于体会到了铜板之精 互相搀扶的感觉 一节表示 在这场要命的长征中 大家的关系不断巩固 日渐升温 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只要熬过这个坎 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 三人集思广义 布置打力计划 分配任务 一切安排的津津有条 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是个优秀的团队了 晚上七点 天已经全黑 警戒的三人人手一把短刀 时刻防备着可能出现的危险 河边处处充斥着危险 毕竟河里什么都有 五人组这边 情况有些糟糕 老拉不小心招惹了蜜蜂 身上被钉了好几块 伤口肿胀 头晕眼花 但他认为 这是在丛林冒险应该付出的代价 并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他会继续坚持到最后 到第24天 他们的芒果片 已经完全晒成芒果干了 他们决定 迁移到货酒店附近后再做打算 清点好生活物资后 他们便出发了 和一街西安他们三人组一样 无人组也需徒步九公里 穿越到芒员皮纳拉湖 当然 西安他们已经在那扎好营地 现在过去 势必会与他们会合 不过圆征并非一世 天气炎热 大家能否 黯然抵达目的地 还是未知处 克里斯发现有一只蜥蜴 一直埋伏在草丛中跟踪他们 说不定 附近还有可怕的蟒蛇 在盯着他们 想到这 他们夹紧了步伐 但走了四个小时后 他们的腿就开始不停使唤了 这段时间 他们制作了五公里路 意味着 他们还得在这 熔岩遍地 芒草遍布的地方 走剩下一半的路 地面烫得不行 他们脚都快被烤焦了 但他们没有停下 继续前进 杰弗打算在湖边钓鱼 意味着胃痛的不行 他感觉能量 似乎一夜之间 全部都消耗殆尽了 解决这个问题 是首要任务 先走进林地 找了一些藤蔓做鱼篓 杰弗和意杰 留在河边钓鱼 先已经饿到极点 人都手脱向了 杰弗拉着鱼线 祈祷赶紧用鱼上钩 正说着 他们发现鱼儿旁 来了一条电脉 这只电脉大的离谱 至少够他们三顿 听到呼喊声 一杰立马带着鱼 插来到岸边 杰弗拿起棍棒 眼睛手快地往电脉头上插 不到十秒钟 电脉开始放电 杰弗被接连电了几次 一杰让杰弗赶紧上岸 说着便拿着砍刀直奔电脉 刚还没下手 他就被电脉电得嗷嗷叫喊 杰弗一不走二不休 强不一击地刀一刀砍了下去 然后就被电得浑身僵直 无法动弹 谢恩也打算参与一下 杰弗提醒他被电到 就像胸口被马脚重踢了一样 但谢恩顾不上那么多 他抄几刀重重往电脉脊椎劈了下去 顺利完成了任务 电脉刚死的时候身体依旧代替 所以三人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砍成两家的鳗鱼弄出水面 三人高兴得狂欢 尽管终于可以吃上蛋白质大餐了 这里果然和他们想象的一样 是蛋白质天堂 今天的收获 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 一杰和杰弗轮返夸赞谢恩 下手快准狠 一顿乱夸把他夸得脸都红了 三个人肯定互相激励 团队气氛也越来越融洽 这条鳗鱼大概20公斤左右 完全够他们吃饱喝足 三人兴奋的喝不容嘴 这就是撑完四十亭的关键呢 阿兰娜和丹尼尔这边静悄悄的 他们正在为穿越芒原之星做准备 丹尼尔做了一个背东西的篮子 还准备了一些芒果片 一想到谢恩不在这里 他们就高兴的乐开了花 虽然这么说不厚道 但他们确实松了口气 在他们眼里 谢恩是耽误他们求生计划的最大阻碍 只要谢恩在这 他们就得谨慎恐惧 时时刻刻紧绷着神经 阿兰娜嘲笑谢恩 会破坏那一对融洽的合作气氛 然而此刻 谢恩正等着开饭呢 前21天 他一直饿着肚子 没有摄入一点蛋白质 现在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们把鲁鱼切成块 传成了串做小烧烤 这些天 他们已经虚弱到站起来的头晕眼花了 但今天饱餐一顿 必定让他们起死回生 谢恩参加挑战时 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有和他同甘共苦的好队友 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大家齐心协力 获得了一顿蛋白质打餐 此情此景 怎么能不让他欣慰呢 在开饭前 三人诚心祈祷了一番 而当他们祈祷完毕 正准备开动的时候 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另一伙人 而那正是赶在天黑前 来到皮纳拉湖的五人小队 这下林子里可热闹了 卢克最先和他们打招呼 你们正在吃大餐吗 有我们的份吗 面对突然出现的一星人 三人脸上的笑容僵掉了 费尽心机抓鱼 正准备大口吃喝犒伤自己 突然出现五个人 要分享自治的劳动果实 这种事 谁看来都会心里不平衡 杰夫虽然心里也有意见 但事已至此 他们不能见此不就 于是他们把鳗鱼肉 分给了五人座 希望接下来的十七天 大街能同心协力 顺顺利利 吃了晚餐后 卢克便带着小队告辞 准备去他们的营地了 有了杰夫他们送的鳗鱼 各个都容光缓发 有了安营扎扎的力气 卢克提议 明天也去河里抓鳗鱼 毕竟只有不断地获取蛋白质 才能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 送走卢克一行后 杰夫和一杰先商量了许久 以后不能再这么大方地分享食物了 这么多人一起争夺有限的资源 最有可能会失控弄得很难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必须先制定好规则 不过站在之前 还是不要浪费难得的好心情了 三人吃着烤肉 庆祝到半夜 可刚睡着没多久 就有大猫咪光顾了他们的营地 杰夫萌得窜起 叫醒了另外两人 现在谁也不敢睡 都拿着棍棒的营地守着 几分钟后 他们听到另一片营地 传来的呼号声 坏了 那群人不会被吃了吧 等了一会儿后 那边终于安静下来了 看来那只大猫已经走了 不过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躺在篝火边安静的守夜 而另一边 阿拉娜和丹尼尔 准备了大量妖果和芒果 抹黑离开了营地 天亮后 杰夫和一杰谢恩 在营地周围找到了大猫的脚印 身处丛林 有湿肉动物出现 并不让人意外 可他竟然胆子大到 靠近有篝火的营地 这说明当前的位置 已经不安全了 谢恩虽然担心猛兽 但只要有队友和他共患呢 他便能安心地待在这里 他们选的营地 距离获救点很近 但四周围绕着 灼热的火山岩 和浓密的丛林 兴奋过度的他 消耗了大量体力 濒临崩溃的边缘 身体严重脱水的他 以无法将蛋白质转化为体力 所以即便吃了不少鰻鱼肉 他的身体依旧很虚弱 虽然他没力气走到湖边取水 但他仍坚持为队伍处理 安静地待在营地编制鱼篓 他们每天都会到湖边打水 水壶容量有限 光取水 他们就会往返湖边很多次 这样来回也非常消耗体力 一用生水会导致腹泻气和伤寒 所以他们守在营地等水煮开 准备好好补补身体流失的水分 而劳拉锁着的五人小队 也打算的附近扎营 劳拉希望西安三人 能加入他们的大队伍 人多力量大 遇到危险也能共同面对 到时候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于是他们再一次 带到了杰弗三人的营地 劳拉提一带他们出去转转 寻觅其他可用资源 他们还被回应 五人组就擅自做好了决定 杰弗觉得这支队伍在的时候 气氛很奇怪 他还是喜欢只有他和西安一截的时候 杰弗带他们去湖边看了一下环境 卢克觉得这里很一般 虽然在这里抓到大鳗鱼 可是水果资源有限 光吃肉不吃素也无法落实生活 在他们商讨是否要在这扎营时 克里斯激动地从树林跑来告诉他们 另一个地方有条两米长的大鳗鱼 需要人帮忙 既然是他们发现的鳗鱼 一介三人也不好插手 杰弗希望五人组能自给自足 尽量不要麻烦他们 当然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亲自体会一下 被鳗鱼垫的滋味 五个不穿衣服的男女 围着湖边且且思雨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要开什么奇怪的party 然而事实上 他们正打算在这抓两条电脉 克里斯觉得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把电脉赶到潜水去去 这样更容易得手 但是电脉会释放600伏特电力 茂然靠近只有被电的份 多次触电 会导致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 不过为了追对美餐 他们必须拼了 无人一起下水 抄着家伙等电脉露头 在他们的灰感下 电脉终于来到了湖岸边缘 胆子醉得的卢克俯身趴在水面上 手在湖里慢慢摸索电脉的位置 浑浊的湖水让他看不清电脉的所在地 只能蒙着头瞎找 但这可是电脉呢 卢克的手轻微碰到那条电脉 便被电了一下 这已经一炸把队伍给逗笑了 卢克仰起头 遗憾地告诉大家 没办法 这玩意根本不可能徒手抓呀 可是也没人叫你徒手抓电脉吧 卢克一下被电 瞬间感觉胸口被崩开了一样 而那只警觉的电脉 已经一轮而逃走了 对我们被卢克的反应 抖得合不拥嘴 完全不关心慢鱼到底去哪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昨天吃得太饱了 现在没那么强烈的求生意志吧 但克里斯是个意外 他觉得幻想破灭 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 尤其是三个躲在旁边偷笑的女人 只会看戏 一点事都不敢 他生气地看向劳拉 你们休想跟我一起捕鱼 在西南边三公里出 阿拉娜和丹尼尔 还在顶着毒辣的太阳赶路 空荡荡的莽原赏 连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细皮嫩肉的他们 被晒得皮肤都红中了 尽管他们天没亮的时候就出发了 但做到现在还剩一大半路程 太阳支射导致地面灼烧滚烫 两人热得快要发疯了 长时间老累奔波 累得他们手都抬不起来 此刻阿拉娜极度渴望 能偶遇在这一带求生的其他选手 但同时他们不希望再遇到谢恩 在他们眼里 谢恩永远是不顾队友死活的人 若是再和他相遇 一定会闹出更大的矛盾 等到傍晚时分 阿拉娜和丹尼尔再次到小树林附近 只要穿过这片树林 就能达到皮纳拉湖 阿拉娜很担心丹尼尔的处境 丹尼尔是素食主义者 可是在这里求生 只靠吃素是活不下去的 而且周围没看到果树 到了迫不得意的时候 他必须破戒 两人刚靠近小树林 就碰巧遇到了在那休息的无人组 更巧的是 伊杰和杰夫 谢恩也在旁边休息 伊杰偷偷地问谢恩怎么看 谢恩表示 阿拉娜和丹尼尔两人 绝不可能独自求生 所以他们加入五人组的 可能性非常大 果不其然 好客的克里斯 一向他两人就问 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 听说谢恩三人不愿意组队 阿拉娜顿时乐开了花 他很愿意加入没有谢恩的队伍 而谢恩也表示 他不关心两人怎么想 只要不跟他们的同一队就行 丹尼尔认为团队里的人越多越好 这样就可以轮番煮水收集柴火 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谢恩和伊杰三人也加入了聊天 多数人希望剩下的十人能团结起来 如果能共享或是个工具 大家都会轻松一些 也能节省下不少体力用来搭建营地 卢克认为 人类能成功就是因为团结 所以他尝试说服 谢夫三人加入队伍 谢夫直接了断地说 我们三人合作无净 因为我们三人就够了 不想再有变量 分成两队能避免摩擦 谢恩觉得没必要再次卷入纷争 阿拉娜和丹尼尔一起只能浪费时间 伊杰同意他们的看法 于是三人笑洒了一场 留下一队人懵逼的目瞪口呆 阿拉娜丝毫不关心三人的意愿 对他来说 看不到谢恩反而是件喜事 选好营地 三人组制定了长期求生计划 可刚刚运行没多久 谢恩就不行了 比赛前21天 他在丛林里没有获取到半点蛋白质 这导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 站起来一会儿就头晕目眩 长期劳作 让他少了5公斤重要的肌肉组织 也导致他身体机能停摆 即使吃了鰻鱼肉 又无法销售 杰夫也意识到了问题 谢恩体力不足 身体状况不妙 这会拖延他们的计划 同时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昨晚那顿大餐 让他容光焕发精神超好 可同样吃了那么多肉的 谢恩完全吸收不了营养 直白说 吃了个没吃一样 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任何队友都带不动他 晚上亲人小组正围着篝火唠嗑 刘克总觉得脚下有东西的蹦蹦跳跳 他不耐烦地伸手去摸 竟抓住一条蛇 没想到才来营地第一天 蛋白质从地里冒出来了 这可比过去23天救营地厉害多了 要是每天都能抓到这么多小动物 岂不是完全不愁吃喝 但对于不吃肉的丹尼尔 他们只能为他祈祷 腰果能从地上冒出来 第二是电一大早 骑人大队便开始搭建营棚 阿兰娜和丹尼尔也身体疲惫 带在一旁休息 没事做的卢克留在营地和他们搭讪 听到西安的营地传来砍树的呼号 三人大肆嘲笑了一番 他们与西安的小队求生理念完全不同 在他们眼里 大费周章的耗费体力 不如老老实实休息 把精力留到最后 像西安这样不顾疲惫的砍树 最终只会棄赛 西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到现在连站起来都困难 姐夫劝他好好休息 因为他注意到西安一直在干活 已经透极了体力 但西安不想停下 他想继续为两位队友干活 知道他没法干活为止 西安不愿意休息 姐夫也无话可说 此时卢克为其人队伍端来了烧好的水 因为人多 所以可以轮流休息轮流干活 大家都干净满满 反观三人小队这边 一节抱怨竹水很浪费时间和体力 由这时间不如用来打猎 考虑到没有干净的游泳水 竹水可以消耗大量时间的问题 西安打算出门寻找淡水 丹尼尔在外面寻找可适用的植物 可是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卢克和劳拉伊娃在皮莱纳乎寻找小型猎物 现在五人小队变成七人队伍 蛋白质的需求更为迫切 因此他们连蜥蜴都没放过 眼睛的劳拉付得锁定猎物 卢克则上袖捕捉 不过这些家伙个儿都太小 只够塞牙缝 所以他们的终极目标仍然是抓捕曼鱼 但你想加入伊娃劳拉的不猎队伍 但大家都没搭理他 于是他孤身出发来到湖畔 法师要自己抓到鱼 让大家刮目相看 谢恩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距离营地十几米的湖畔 他爬在地上 硬生生掏了一个将近一米深的大洞 如果这颗井里的水干净可以直接饮用 那他们将有喝不完的水 就能省掉大量猪水的时间 杰弗和伊杰对谢恩连连夸赞 不过虽然土壤能过滤到水里的脏东西 但不能保证这水可以直接饮用 于是谢恩自告奋勇 充当小白鼠试水 正好他是这里最虚弱的人 如果他出事了 至少知道这水不能喝了 先喝下水的第二天 他的肚子仍然没有半点一氧 所以他敢肯定这口井没有问题 这下队伍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喝井里的水了 伊杰高兴坏了 有鲜蛙的这口自流井 他们省下了不少体力 再不用担心找水和烧水问题了 骑人队伍这边抓电满失败后 他们试着用单捏的蚊杖捕鱼 可是他们在水里泡了半天 连小鱼都没抓这几条 目睹这一切的杰弗笑得合不拢嘴 现在已经有了稳定水源的他们 有大把的时间捕猎 他们又让这伙人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丛林捕猎者 杰弗正在湖边安静地垂掉 没过多久便钓起来一只小鱼 杰弗偷笑着收拾了鱼 又继续放下了鱼钩 而此时 伊杰正在看七人所像猴子一样的在树上抓蛇 七个人毫无默契地围着一棵树 上窜下窃地抓一条可爱的小蛇 伊杰立马换了个位置坐下来慢慢看 他已经很久没看这么精彩的电视了 七人所没有半点默契 任由小蛇趴到了高处去 眼睁睁看着每位零食逃走的他们 心底都燃起了莫名的怒气 而正在垂直的杰弗突然激动地大喊大叫 听到动静的伊杰和谢恩 还有七人组都急忙跑到湖畔查看 原来杰弗一个人钓起了一条电漫 大家都以为是杰弗被咬了 没想到一过来就看到他在装逼 杰弗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祈祷钓上一条小鱼 神却大方赐予他一条大电漫 不过七人组在眼巴巴的旁边看着 自己该不该把鱼分给他们呢 他相信既然神站在自己这边 应该会让他做正确的事 所以他决定分一半鱼给七人组 克里斯明白两对的立场 所以劝杰弗不要勉强自己 但杰弗也没想太多 大方的把另一半鱼让了出去 得到半条鱼的七人组高兴的快蹦起来了 还没等他们出手就有饭吃了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劳拉猜想 这或许是前天电卢克的那条鱼 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他们肚子里了 在场只有吃素的丹尼尔不高兴 从上个营地带来的果子寥寥无几 如果再找不到其他果实 他将被迫吃肉 想到这儿他就难过的哭了起来 晚上两枚队伍都在营地里高兴的巴比克 想到分给七人组的半条鱼 杰弗有些遗憾 但如果不那样做 他会良心不安 儿子的队友也理解他的善良 希望他的善良 能让他得到更多的回报吧 一群赤条条的男男女女 正在漆黑的小树林热闹的开party 今天是个好日子 隔壁营地的帅哥杰弗抓了一条大鰻 在场人简直有份 每个人都能吃上鲜美的鰻肉 黄山阎岭前面十天半个也没有东西吃 一下子就吃这么好 大家都受宠若惊 自从认识杰弗后 他们已经接连吃上两顿豪肉了 这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三十天 还有十天 他们才能离开这片炼狱 但谢恩的状态非常差 似乎下一秒就要嘎了 谢恩的前队友 丹尼尔和阿兰娜 偶遇虚弱躺在地上的谢恩 并没有关心他 反而嘲讽的活该 谢恩和他组队的时候 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消耗体力 爬树觅食 砍树答应 以至于体力透支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但这两位女士不仅毫无感恩之心 而且还老是对他冷嘲热讽 我们又没有要求他做这些 我们甚至还阻止他 可他就是不听 其实阿兰娜说的也没错 谢恩是个固执的 想奉献自己换取认同的人 为了得到队友的认可 他总是毫无保留的奉献 但现在可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 过度透支身体的谢恩 内脏器官非常虚弱 吸收不了食物营养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恢复健康 谢恩光是站起来就会头晕眼花 难过的他抱着头呜呜大哭 他觉得这样的自己太没用了 过去24小时内 他吃了不少好东西 但身体就恢复不过来 想到队友要带着自己这个脱油瓶 拼命干活 他就愧疚不安 他不想自己也坐在营地 眼睁睁看见两位队友唠嗦 他的良心接受不了这种不公平 同时他也清楚 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再撑下去恐怕会有危险 因此他决定不耽误两位队友 直接退出比赛 谢恩可真是个好男人 队友不行 他努力撑起全局 队友狠心 他就争取不耽误队友 谢恩走得很干脆 没有跟其他队友告别就走了 这一趟 他已经得到了能相处一辈子的好友 他已经知足了 送走谢恩后 以杰克杰弗莱的欺人组说了这个消息 阿拉娜表示 谢恩要离开 他一点都不意外 他很同情谢恩 他仍然觉得谢恩像个傻子 不会规划体力 忙忙的干活 注定会付出代价 但尼尔认同他的说法 谢恩一点头脑都没有 难怪连40天都生存不下去 听到他们冷嘲热讽 一直有些不开心 他认为谢恩头脑清醒 做了正确的决定 他会尊重他的想法 谢恩换上新装 坐上了回家的车 他想告诉大家 格伦比亚没有击败他 他的实力没有发挥出来 他不是因伤棄赛 也不是因为环境邪恶 他跟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不一样 他气赛只是因为他是男子汉 他不当跟班只当领头 领不了头就只能走人 他完全不会在意其他人的议论 因为他们连男子汉都当不了 第31天 一杰拿出了谢恩留下来的功 他打算去林地里蹦蹦运气 尽管谢恩走了 但他们没有加入七人组 因为泰克杰夫 都是认真干活的黄金猎人 捕鱼 打猎 采鸡 什么都会 勤劳又能干 但另外一对 每天都像行尸走肉般的活着 当然这也是因为肌肉组织持续消耗 身上没有多少脂肪消耗 没有能量供他们活跃了 七人组这边 两位男士肩负起了密室的责任 但他们能找到的都是小猎物 比如成亲截队藏在树鼻下面的蚂蚁 这些蚂蚁个头不大 但咬人贼狠 两人经历一番苦战 才弄到了塞牙缝的量 此外他们还抓了一些可爱的蟋蟀和狼猪 这就是他们简陋的早餐 关键是就这么一点 还不如一颗苹果粮的东西 竟然要分给七个人 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 大家心浮气躁处于崩溃的边缘 可还有九天才能完成挑战 这日子仿佛一眼能看到头了 最难过的是速食者丹尼尔 对他来说 挑战中最大的难题是 不破戒 坚持信仰 他的手里还剩下十一个芒果和三大把腰果 但这些食物 他有留到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天吃 否则他肯定没办法走到撤退点 七人组这边行事严峻 紫园很快就会被掏空 但劳拉很乐观 虽然吃饭的人多 但意味着干活的人多 只要互相帮助就一定能成功 劳拉刚说完 丹尼就出门去忙员了 大家对此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 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忙员呢 以瓦片抱怨 丹尼一想如此 从来不会配合队伍的行动 根本就不合群 要是他早点融入大家 日子肯定更好过些 对此克里斯也有意见 他们的队伍不允许偷懒的懒汉存在 但其实丹尼去外面 只想远离这群人放松一些心情 每次见到他们 他都会烦躁 情绪不稳定 而且他在营地根本不会有前途 还不如出去碰运气 这不 一出门就看到水塔了 成群结罪的水塔 换了他到湖里游泳 丹尼也想加入 但总担心被咬伤 所以他只能待在旁边观看 另一边 只剩两人的小队收获一天比一天多 杰弗一下面抓到了九条鱼 有这么强大的捕猎能力 响气再多难 七人组知道后 便请求杰弗把鱼内脏给他们 拿去做诱饵 杰弗何尝不知道鱼饵的重要 自己 残酷的荒野不允许坐向鸡城 如果不会打猎 找不到东西吃 那说明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最好赶紧退出比赛 一杰同意他的观点 七人组实在太懒了 他们已经请他们吃了两顿美餐 现在该他们自己想办法了 和BN7系的食人鱼 电漫和毒蛇 到处都充满了危险和机会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生机 如果懒在营地一动不动 永远不可能得到机会 老拉和克里斯等人 在湖岸边发现一条红鱼 这种鱼 尾巴上有一条张有倒垢的尖刺 被戳上的话非常难处理 眼看红鱼朝阿拉娜的方向去了 克里斯着急的喊他行动 阿拉娜趴在树上 听到指示着赶忙戳了下去 可反应还是满了板拍 让那家伙逃走了 红鱼在湖里四处游动 最后在大家伙的共同合作下 他们终于抓到了这条不大不小的红鱼 处理红鱼前 他们就做好了分配 这条鱼小得可怜 完全没够分给杰夫和伊杰 他们这有七个人 正是需要摄入油脂的时候 伊杰和杰夫如此优秀 肯定会想到补利的办法 所以他们心安理得的无视了 刚好路过的伊杰 伊杰非常火大 他从来没有吃过红鱼 也想尝尝他的味道如何 可是这群白耳狼 根本没有分享的意愿 原本那个杰夫还想着用善意换来善意 可齐人祖连基本的道义都没有 请他们吃了两顿大餐 得到的却是一口都不分 齐人祖认为 既然已经分成两对了 那就各国各的 就算抓着十只蜥蜴 他们也不会分给杰夫和伊杰 当然他们也不期望 杰夫和伊杰会分给他们食物 之前共享的鳗鱼 那是大方的杰夫自愿分享的 他们并没有请求杰夫那样做 伊杰听到这话心凉了半截 自己和杰夫对他们这么大方 但他们却如此吝啬 这根本不是能谈得来的伙伴 伊杰会到英帝和杰夫说了这事 杰夫安慰他别想太多 人越相处越了解 在饥饿和危机时 就会露出真面目 他也不奢望 齐人祖和回报 只能惋惜 自己之前太大方了 晚上克里斯还在回忆那条红鱼的羡美 他很喜欢肥美的红鱼肉 但是分成七份 每个人就没多少 所以他计划明天去滞留看看 希望能抓到鳗鱼 天亮后 丹妮主动去湖边打水 他前脚刚走 其他队友便开始议论他 他们觉得丹妮很会偷懒 总是挑最轻松的活作 克里斯尤为不满 他每天早上都打水烧水 每天累得没时间补眠 晚上他们对轮流起来家伙 他丹妮除外 这一个星期 丹妮都没有看过货 他决定找丹妮谈一谈 劳动分配的问题 克里斯跟上丹妮 直白说 他总不能跟大家一起干活的事 丹妮委屈极了 但还是按照克里斯的要求 回到队伍 跟大家道歉 不过他道歉的理由是 他让大家以为他在偷懒了 言以下之意是 他有在为团队想办法 但队友对自己的独处很不满 没有为团队带来利益 那就是在偷懒 伊娃直言不信任丹妮 因为丹妮从来没拿出一点成绩 丹妮觉得自己为了完成这个挑战 已经尽力了 他向大家保证 接下来自己一定想办法合群 卢克并不想让丹妮下台阶 他表示 丹妮不齐业给篝火加财 本质是因为不想为队伍处理 而出去密失之类的行为 也只是出于自私 想弥补自己的错误 丹妮一排胸破保证 自己会将这些叮嘱牢记在心 接下来他会好好努力 尽量避免之前的情况 说完他便出门了 对此 队伍们也无话可说 基督决定 在第40天来临前再抓一条鳗鱼 他已经观察那条大鱼好几天了 他有拿下他的自信 那边一挖在路边 捡到一只刚死没多久的小松鼠 一看这家伙就不是自然死亡 镊尺动物身上通常都携带了病毒 如狂犬病和汉痰病毒等 狂犬病毒会侵袭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神经疾病及瘫痪 汉痰病毒会引发肺基水 使人窒息 不论哪种都有致命危险 而且这里湿度暴表 是来累不明的死尸 有很大风险 他们商量了好一会儿 最终决定剥皮上烤架 只要不吃松鼠脑子个脊椎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壮汉感尝试 其他人就会跟着上 每一口都充满了蛋白质 就算是燃病 能吃上这一口 也心满意足了 一群罗奔男女 在荒山野岭搞起了自己的小团体 还运气爆棚捡到一只小松鼠 虽然这只小松鼠来历不明 但早就饿得不行的他们 只能马上给它剥皮做小烧烤 卢克最后聚过来 所以他拿到小松鼠的最后一块 也就是被大家嫌弃的脊椎部分 吃到一把 卢克才想起 脊椎和大脑部分最容易藏你病毒 他开始慌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克里斯这才问他 有没有打过狂犬病疫苗 卢克也记不清了 可是吃都吃了 只能继续把他啃个精光了 卢克郁闷的吃完脊椎 然后不耐烦的躺在地上不再说话 晚上成为菊瓦人的丹尼 不得不起来家伙 他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在哪都会被排挤 之前伊瓦和劳拉就不愿意大理他 到现在组成了七人大队 结果依然如此 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想到这儿 他就起了加入一阶杰弗二人小组的念头 他们俩为人仗义 对谢恩好的要命 如果自己加入肯定会轻松许多 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和知识 一定比在七人大队屋所事事被排挤好得多 第二天天亮 丹尼便独自来到了杰弗一阶的营地 他觉得自己的行事作风和他们俩接近 应该很好说上话 他告诉二人 自己在七人大队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自己参加生存挑战是为了锻炼体能 磨炼心智 而不是个人闹事被人排挤的 为了坚持初衷 战胜环境 他想退出勾心斗角 杰弗理解丹尼的处境 不论是求生还是别的情况 队友人数多寡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全队只有两人时会合作无间 和谐一致 但只要超过两人 就一定会及冲突 所以他不显地加入新队友了 不过他很欣赏丹尼 他希望丹尼可以坚持这样的行事风格 保持对求生的热爱 同时他承诺 获得必要时为他提供协助 听到这番话 丹尼很是开心 到这里这么久 总算听到二人暖心的话了 送走丹尼后 一直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和杰弗想的一样 40天的求生挑战 本就残忍如炼狱 大可不必这样勾心斗角 有那时间不如多去外面转转寻找猎物 下午一节又被这弓箭出发寻找猎物了 眼镜的他 在路边看到了一条近两米长的鳄鱼 如果能搞定这么大的家伙 接下来三四天都有着落了 一节取出剑 瞄准鳄鱼射了过去 虽然鳄鱼距离他只有七八米远 但准头还是差了点 另一边 杰弗来到湖边继续钓鱼 鱼狗被卡住了没法动弹 但他一抬眼就看到一条1.5米的鳄鱼 杰弗上次被电出心里阴影了 但为了自己个队友能继续活下去 他活出去了 他用力插中鳄鱼 然后大声呼喊一姐来帮忙 但一姐外出狩猎并没有立即赶来 最先来到湖边的是 欺人大队的克里斯 克里斯在旁边巡视了很久 但杰弗完全不想让他插手 见杰弗不想让自己帮忙 克里斯心里有些不爽 这么说 这段大餐完全没有自己的份了 他觉得杰弗很不仗义 竟然在这种时候划清界限 克里斯叫其他看热闹的队友回去 再怎么看 杰弗也不会把鱼分给他们 这时候最开心的人是吃素的丹尼尔 反正他不吃肉 但他还得为队友招下 跟大家一起背地里指责杰弗 杰弗靠一己之力 迎着600伏特的电流拿下了电脉 但他还有些犹豫不决 该不该把鱼分给另一对 杰弗用力抬着这只长达两米的电脉 脸上洗满了骄傲与自豪 他在狂欢让欺人大队郁闷不已 可没办法 人家有本事搞到这么大的鱼 而且有权决定不分享 他们也只有眼红的份 当然他们也可以背着杰弗说他坏话 来缓解自己的嫉妒 杰弗把鳗鱼扛在肩上 虔诚的向上帝祈祷 现在他是当之污秽的电脉王 但他把一切功劳都算在上帝身上 一想到自己的信仰 杰弗就会纠结该位个把鱼分给另一只队伍 他明白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那对人马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每个都是喂不熟的麦尔郎 但自己实在太幸运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按照神明旨意 向大家分享这条幸运的鱼 做好决定后 杰弗扛着鳗鱼来到另一只队伍的营底 他先向克里斯道了歉 随后放下鱼宣布 大家可以共享这条鱼 达猎回来的一截激动的 顾不上队伍间的隔阂了 他高兴的手务阻挡 能和杰弗这样强悍的人组队 实在太幸运了 其人大对这边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卢克表示 自己认可了杰弗的打猎能力 虽然之前说话有点酸 但他现在是真心夸奖杰弗 他甚至评价杰弗是最有价值的参赛者 一开始是否埋太并不重要 只要得到好处 就可以变脸好好说话 遇到这样的人 可能大家都会烦恼 但对于杰弗来说 其人组的态度并不重要 他愿意分享 是否让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过得去 众人围组在一起 一口接着一口吃着肉 他们已经很久没这么畅快 享受过肥美的肉食了 这一切都归功于杰弗 才在短短11天内 抓到了三只大鰻鱼 再次把所有人喂饱 这就是名副骑士的NVP 杰弗表示 自己只是想做对的事 大科医姐目前情况大好 熬到40天只是时间问题 当天下午 吃饱喝足的大家伙 各自分散 准备做下一次狩猎 伊娃阿莱娜和丹尼尔一起 在湖边寻找合适的诱饵 丹尼尔告诉两人 她不想再被叫这个名字了 因为她不想和丹尼同名 伊娃和阿莱娜明白在地顾虑 谁想和讨厌的人同名呢 他们和她一样不喜欢丹尼 尽管他们尝试了解她 给她表现的机会 但丹尼实在难以触摸 到现在 大家都无法与她正常交流 不喜欢她 也情有可原 他们猜想丹尼可能心里有病 所以才这么爱说谎 或许她有反社会人格 大概跟谢恩差不多 他们觉得丹尼就该跟谢恩一对 而不是非要留在这里 占打击的便宜 但他们都没想到 在他们说这些坏话的时候 丹尼在背后的小树林里 听完了全部 丹尼不明白自己 到底哪里招惹了他们 总之她不想最后9天 还被负能量包围 她觉得继续留在这里毫无意义 现在她只想回家 晚上丹尼毫不客气地 揭发了队友排挤她的事实 她想问清楚 为什么要集体排挤她 如果你们想让我走 那就现在说清楚 劳拉最先开口 她认为丹尼的所作所为 对不起他们的信任 克里斯觉得 丹尼一开始来投靠的时候 就表现得不真诚 她觉得自己没道理 浪费精神帮助她 现在她能和丹尼说话都费劲 所以她直接问丹尼 为什么不弃赛 丹尼没有回答 而是拿起棍棒 抱着一堆柴火离开了 光是求生挑战 就已经非常艰难 还有承受队友的精神折磨 继续留在这里 不会有好结果 阿拉娜指的丹尼不合群 也不认错 顺便夸赞其他队友人好 又善于求生 还安慰他们 丹尼离开 正好走了个拓油瓶而已 丹尼独自找地方生活 艰难的过夜 听到隔壁营地传来的争吵声 杰弗开心地笑了 一群饥饿的队友 共同求生 势必面临种多问题 一旦矛盾激化 就会绞成一堆烂泥 他很庆幸 自己跟那堂烂泥 没有一点关系 独自在丛林堂里 朽的丹尼一脚醒来 就开始哭哭啼啼 这时他第一次 遭到了机体排挤 在他哭泣时 偶然听到了 小动物哼起的声音 他寻声找去 找到了一只 被蛇咬住前爪的青蛙 他觉得 老天使得暗示自己 他不愿意 为了完成40天挑战 而伤了自尊 而且这里 没有他发挥能力的空间了 所以他决定弃赛 丹尼向伊杰克·杰弗 不告别后便离开了 对于他的离去 伊杰觉得很可惜 在他眼里 丹尼是个坚强的好苗子 他原本以为 丹尼会撑到最后 而这所有的根源 都在于那些 嚼舌根的队友 卢克觉得 丹尼选择离开 是正确的选择 这里没有和他 在同一个世界的人 他作为局外人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丹尼很清楚 自己体力上加 身体状况良好 但情绪崩溃的他 无法带着 破碎的心灵走到最后 还不如现在就回家 转眼 剩下八人 就熬到了第三十七天 伊杰感觉 自己的身体 走到了低骨气 最近 他压力大的睡不着 现在他只想着 和杰弗前往货救点 早日脱离这个鬼地方 还有那群奇怪的人 杰弗也有同样的想法 不过他有些担心 其他人的安慰 六人小队 每天都出门觅食 但结果总是不如人意 劳拉想回家的情绪 达到了巅峰 他表示这四十天 都没有吃到美食 身体早就撑不住了 要是有毫不费力 就能吃到的食物就好了 看来他已经完全忘了 杰弗三次送来的 鰻鱼大餐了 既然在皮纳达湖畔 绕了大半圈 才终于看到一只红鱼 他们决定像上次一样 把红鱼赶到角落里 寻找下手机会 可红鱼接连几次 与他们擦肩而过 没有插住鱼的卢克 破了大房 他愤怒地丢掉了棍棒 由扭头安慰字字的劳拉 被鼓励的劳拉 正打算振作起来 突然感觉身上被溅了一些水 抬头看 在发现树上挂着一只猴子 正在朝他撒尿 劳拉觉得自己是个 不折不扣的苦命人 没找到食物就算了 竟然还被野猴子欺负 这破地方 他一天都不想待了 即人灰心失意地回到营地 卢克刚挺着脚步 就感觉到一阵眩晕 现在他的体力完全透支 低血压时常发作 他也睡不好 什么时候会突然晕眩过去 他还能拖着这样的身体 一路走到获救点吗 荒野求生的时候 低血压犯了该怎么办 在这荒山岩岭待了三十来天后 卢克感觉身体已经被掏空 每次起身 都会有股强烈的眩晕感 让他恍恍惚惚不知所措 他艰难地拖着这样的身体左洞 更别提干活了 现在只能靠这群能干的队友 带他完成任务了 另一边 倔强的杰夫和一姐两人 正在河岸边寻找猎物 眼睛的杰夫看到了一只摇鱼 他眼睛首颗的抄起棍棒一桶 成功获得大餐 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存之王 他们的伙食和隔壁大部队 形成了鲜明对比 杰夫节节顺利 而隔壁总是出师不利 虽然听起来很可怜 但杰夫总忍不住 想向他们炫耀一番 他提着摇鱼从他们面前经过 这些人口水都会滴地上了 但现在杰夫不可能再与他们分享失误了 杰夫才跟他们分享了三只大鰻鱼 然而他们回报给他的 只有几只小蜥蜴 所以他决定两只队伍 各自努力凭十里吃饭 这只鱧鱼足够他跟一杰美美地吃上一顿 他不是故意抹黑另一顿 但很显然 一杰和他的状态远胜他们 第38天天刚亮 杰夫开始和一杰筹备撤离计划 他们必须安全无物地到达获救点 首先他们得穿过皮纳拉虎的危险水域 再穿过炽热火山沿地 来到更宽广的河流 紧接着又是疲惫的水道穿越之行 来到一座小岛后 第40天时 会有人在这迎接他们 卖乡或究竟的8公里之行十分艰难 不出意外也要花上两天时间 而且路途遥远 非常消耗体力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出发前 吃饱喝足补充能量 杰夫担心急流的问题 穿越水道速度越快 就越不容易被水冲走 相对的需要的能量也越多 同时 他们还需要担心另一种的状况 如果他们一通启程 两只以上的队伍过河 每个人的体力高一下力气 势必会出现拖油瓶 一杰不希望他们的成功 葬送在那些每次都决策错误的人手中 因此他和杰夫不打算跟另一队同行 这样旅程会轻松许多 而另一只队伍也在安排撤离计划 他们打算在第39天尽早出发 他们刚一地进化 杰夫便来通知他们 他只和一杰接班同行 听到这话 六人族脸都黑了 杰夫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启程 于是笼统的说 我们启程可能比你们更晚 说完便告辞了 卢克觉得这俩有些莫名其妙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告别 难道是专程拉仇恨的吗 克里斯认为杰夫是在挑衅 他们话里话外都表明 不想跟弱者一起 不想被拖累 这话让其他人都很不爽 他们不觉得自己很弱 反而觉得杰夫人品不好 这下两边算是结下梁子了 晚上一杰对着摄像头 记录自己的想法 他已经迫不及待回家 享受天伦之乐 吃美味大餐了 胆态的碎碎孽 引起了克里斯的不满 一杰很抱歉 打扰他们睡美容觉了 不过这是他们最后接触的时间 他不会计较 第39天一大早凌晨4点多 一杰和杰夫决定偷溜了 只有尽早离开 才能甩掉这些拖油兵 他们收拾好行李 篝火熄灭后便匆匆出发了 等太阳升起 六人小队还在计划车里响起 他们已经猜到 一杰和杰夫会提前跑路了 但他们俩觉得 两人的行为非常无耻 而在他们背地里说坏话的时间 杰夫和一杰已经到达了岩石地 这段河道起码450米 要从这里安全通过 还得经过食人鱼 巨马和其他食人动物的考验 但他们来不及顾虑那么多了 逃避另一队 就像躲避洪水猛兽一样 不快不行 在他们过河的时候 另一组也出发了 可还没走多远 就有人体力不知落后 为了等待状态不及的队友 他们耗费了许多时间 而在这时 一杰和杰夫已经完成了 第一阶段的任务 他们穿越河岛来到小树林 开始在陡峭悬崖上攀岩 一杰快速分析了方向 找到了最合适的路线 接下来 他们要艰苦步行六公里 穿越浓密丛林 走过灼烫的火扇岩抵达河畔 日头高照 石头表面被晒得滚烫 一杰尽量放轻步子 但仍感觉像走在铁板烧上一样 落后三公里的六人大队 终于抵达皮拿拉湖畔 在这种河道前景 只能尽量缩短游泳距离 克里斯对自己的体力非常自信 他表示如果有队友不行 他可以及时救援 但他最担心的问题是 救了人之后 自己可能会被拖累 六人陆陆续续下水 可刚到湖里 情况急转之下 一把体力不知被甩到了后面 又被石人鱼猛咬了一口 情况不容乐观 但他们来不及感叹了 因为不远处 有个模糊的怪物正在水面翻腾 既然火迹火辽过河 光是这些河岛 就耗费了大量的力气 这让六人有些迷茫 但等着他们的是光秃出的峭壁 卢克身体非常虚弱 每爬几步 膝盖就会嘎吱错位 但现在没时间给他休息 他只能跟上队伍 走过灼烫的玄武岩块 继续前进 但接下来这六公里 让他们望尘莫及 离终点还很远 可他们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 走在前面的一杰克杰夫两人 一边踩摘统星仙人掌 一边赶路 经过四个小时的跋涉 他们终于抵达了奥里诺科河 两人站在峭壁上放肆的呼喊 跟在后面的六人小队 听到他们的呼喊声 心生厌烦 但又不得不承认 这两人的确有过人的实力 一几个杰夫看着奔腾的河面发愁 过河时河中危机四伏 所以他们决定坐一艘船乘船渡河 为此他们四处收集漂流木 忙得不可开交 在他们收集材料时 六人大队已经追上来了 一把打断了杰夫的工作 声称要跟他谈一谈 他认为杰夫两人 不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 剩下的八个人都是王者 不存在谁拖累谁的问题 杰夫甚是委屈 他只说自己要和一杰单独走 并没有说他们半点不是 为什么他们要不高兴 可在他说话时 一娃已经泪流满面 一娃解释自己是独生女 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把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的杰夫 当亲弟弟看待 然而在这节骨眼上 他却嫌他拖累 这种做法让他心寒 听他这么说 杰夫无言以对 一姐看着一娃 又看着杰夫 也不敢插半句话 杰夫心有愧疚 有些难受不安 难道计划会发生变故吗 克里斯熟悉冲浪和河流 因此他建议小队放弃坐船 坐救生艇渡河 人多力量大 一群人出洞 迅速收集了一些轻木 做出一张法子 他们的计划是 攀附在法子上过河 正在忙活的一劫 看到他们跑在水里 还生笑语的样子 感到后继发凉 他们不会是来搞笑的吧 手攀着浮艇 六个人身体浸在水里 一旦遇到漩涡 失去对浮艇的控制 一定会全军覆没 他很好奇 这些人难道没有常识吗 明知道泰格尼哥号会沉 还买票上船吗 但六人组对此心满意足 他们决定再次修整一晚 等天亮再过河 而他们出去找竹子的时候 却偶遇了一只鳄鱼 劳拉当机立断 制定了完美的捕猎计划 他让其他人守在前路 自己绕后追赶鳄鱼 在六人的合作下 他们终于抓到了 这只可爱的小鳄鱼 劳拉没想到 第三十九天还能打丰收 等大家饱餐一顿再去游泳 走路到达获救点 这也太完美了 他们表示 这是上天的恩赐 一群人齐了融融 小得合不拢嘴 就在这时 克里斯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要不要把鳄鱼分给其他两人 伊娃认为 杰弗和一杰是同行的队友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 在他的传说下 全队同意把肉分给二人组 伊娃把鳄鱼的肉交给杰弗 便匆匆离开 杰弗没想到他们会抓到鳄鱼 更没想到 他们会在最后一晚有慷慨表现 不过托他们的福 尽管总算可以吃上一顿了 第四十天一早 这两支队伍都非常激动 终于可以告别 这鸟巴拉式的偏僻荒野 过上正常现代人的生活了 克里斯非常看不起杰弗的大船 他表示自己的队伍 只用了二十分钟时间 就坐好了这个福艇 比他们俩厉害多了 他们在河流最窄处启程 打算依靠福艇直接游过去 而伊杰克杰弗在上游八百米处启程 希望能顺流飘到货救点 很快 六人组这边又遇到了状况 本就疲惫不堪的卢克 为难受的不行 几次三番又吐出来了 但更糟的是 在他们不远处 有一只游泳的动物 六人胆战心惊 看了半天才发现 那是只活跃的江豚 吉人齐心协力一起登水 终于来到了小岛上 可伊杰和杰弗从上游飘过头 恐怕没体力在修正路线了 两人互相打气奋力前进 终于来到了岸边 而在他们前面八百米处 疲惫的六人大队 正盘跚前往货救点 沙滩上的沙子被晒得滚烫 在上面行走极其艰难 但当他们看到河面上开来的 真强十顿的救援队后 便顾不上脚底的疼痛 开始奋力击跑了 落后的一些个杰弗二人 在沙滩上走了半天 才终于看到了 来迎接他们的救援队 两人脑袋发热 全速冲进河里 终于搭上了回去的救援船 这一段旅程有多艰苦 大家都看在眼里 可是沐浴的六人大队 优先到达货救点 的确让人有些不爽 但没办法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不过 看完全程挑战的 大家都很清楚 这十二个人中 谁才是最有实力的最强王者